你现在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也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非常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资金 可以来去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也可以走得更远 来提供更好的报道 以及更好的访谈 今天的节目呢 要来进入到我们灿烂时光会客室 跟公民与教育学科中心合作的 这个教室培立工作坊 劳动议题系列的第二场 我们在第一场的这个访问 是访问这个社工廖福源 谈到了社工他所面临到的这个处境 以及他背后在制度上面 到底怎么样造成的 这工所自工所面临到 这种各式各样的窘境的情况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做工的人 这本书的作者 邀请他做工的这本书的作者 林立青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一样会有一个半小时的 我跟立青的对谈 从他为什么要去担任监工 以及他的书写的过程 他怎么样去做田野 接近田野 事实上他也不用做田野 接近田野 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报导 或者是写成文字 以及在他书中提到的 各式各样的故事 还有这些故事背后所存在的 这种台湾整体制度上面的问题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都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讨论 欢迎大家来立刻收看 今天的节目内容 嗨大家好 我是林立青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东强大哥 还有各位老师来线上聊一聊 对很开心 基本上他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旁边 如果只要是问题 我们能回答都尽量回答 嗯 ok 好 那我想我先来 就是来提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就是为什么立青 你会去开始去选择做 去读土木 因为在你的书中看到很多的 这个劳工他选择去当劳工 可能不是来自于新甘情愿 而是这个环境上面 他做的一种不得不的选择 那选土木系 是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一开始做的这种所谓人生的选择吗 选土木系 为什么当时会想到想要先去当建工吗 其实那个是没得选的选择 我是属于那种成绩不是怎么好的学生 就考高中年招的时候 我没有报高中年招 学校老师跟我说你要升学 可是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升学 我很讨厌考试 我是个人讨厌考试的小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然后老师我那个时候考试 大概上课到国中二三年级的时候 一堂课要考七八张考卷 我就全部写A全部写B 就觉得自己不想再升学了 觉得这样子根本就学不到东西 后来我就有个老师说服我 他是说你可以读武装 考一次读五年很划算 再也不要考也没关系 我觉得听起来蛮划算的 就想要读武装 那一年武装大减招 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 如果我那个时候乖乖考高职的话 推真我还有一些系所可以读 什么木炸高宫南港之类的 可是我那个时候考武装年招 因为大减招 我只剩下东南土木 土木什么四海土木 然后一些就是各种土木 华夏好像还没了 好像中国华夏还没了 就是剩下各个武装科系里面 剩土木系可以调就读土木了 我那个时候在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土木系 那为什么后来当监工 就是土木系读了五年之后 就又读了两年的二技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流行你在升学 然后希望你有大学学历 那你就再读两年 就读了七年的土木工程 当然我后面两年读夜间部 夜间部学费比较便宜 我们要自己付学费的 那你就有七年就觉得好像不去干一下 工程有点可惜 就是你读了七年的土木工程 你不去做一下就可惜 第二点是很现实的原因是 如果你有土木系的学历出来当应征兼工 你的起薪会比一般人再高一点点 他会达到一个比较像个样的薪资 当然没有办法跟所谓的国立大学相比 我们这种私立后段班那个时候很清楚知道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是两万八千块新台币 两万八千块 因为你土木 那你如果有的没的平安心奖 你还有一些瓦罗 有的没的可以拿 总之就是 我就想说那就读土木 那男生怕跨航 你读土木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你就越来越认识越来越多功能 那你就会有这个生活圈 就更想要就更习惯这样的工地生活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就也没有胸无大致了 就一直混在工地这样玩 不过你后来还是跨航了 至少在这段时间你可能跨到另外的领域 待会我们也许再针对这个部分 再继续跟你讨论 再跟你聊这个部分的地方 那可以谈一下你第一次进去工地的经验吗 你在这个工地的经验跟学校里面所学 虽然学的是土木 但是土木是不是在营造业 只有在某个范畴 然后这个工地的经验跟学校经验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你有没有什么要适应的过程 我会觉得就是场学落差 那个时候就很明显 因为即使你读的是直校 我举例来说好了 在高中大学阶段 应该最有价值的证照叫做驾照 机械设备的驾照 可是学校根本就没有教 这就是第一点 就是你要在外面自己学 然后再来是 等到我出了事 我有发现像是学校不教工程台语 我们的像土木工程系 所他都是针对你要当技师的课程设计 那种课程就是让你未来考了一个技师 然后考高考 他的题目是考试取向 所以教出来的人 其实你可以去考技师 如果你成绩很好的话 如果你考不上的话 你就废掉了 你就其实看当工地的 进工地一点价值也没有 就是产学落差很明显 举例而言 你应该到工地当监工 你要知道工具的名字 工具的使用内容 工具使用方式 我们应该要更务实一点的理解 说工程的报表 工程的工班组成这一类的 可是学校并没有教 他教我们的是一些 画一些干特图 画一些进度表 画一下涂染 画这种数量相关 那其实真正在现场里面是用不到的 其实用的资料很少 我会说就是 学校里面的学科 以考试为取向 尤其高考 你只要会一门 你就可以在这一行混很久 真正专业的技职 或一技之长的人他是一个手艺 练到专精 然后一直靠这个手艺 比如说你煮肉饭 你煮肉饭很好吃 你煮咸中央好吃 你就可以靠咸中央活日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 落差非常之大 那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发现 各个高中职 全部都有这个状况发生 我举例来说 就是我们所有的考试里面 其实高中职阶段最重要的 证兆是什么 驾照 程序 你应该18岁 高中毕业最有价值的 证兆叫做驾照 手排车驾照 你就可以薪资马上翻倍 你马上就有一个管理地位 尤其在移工 通常没有驾照的状况之下 可是学校他并没有在教 这个最有价值的东西 他在教一些考试 很好考 可以考出东西来的东西 像证兆 那证兆 各位都知道吗 我们一般人专冷器吃饭 你吃饭的时候 你有看厨师证兆吗 没有吗 我们去专冷器 你会挂在厂商 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去在意 那没有用 所以我们诚实的讲的是 我们现场这种真正靠一记资产活的人 根本不看那种东西 我到现在我会说 我已经根本就不把那种东西看在眼里 人家问我说要不要去考 我能考的 我能看都不想看 原因是在我们的业界 它没有用 它的价值低于像是工具设备 低于你的知名度 至于你的人脉关系 大概会这样子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我们这种 技职体系出来的学生 好像学习成就很低落 因为对我们来说 你们教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其实我想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 普通高中 或者普通大学学的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他可能在工作上面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可是依照你的说法 技职体系的教育当中 回到那个工作的现实 工作的职场上面恐怕也很大落差 这会不会就是你刚刚提到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这种技职的工作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所谓的末会知识 就是必须要很高的这种所谓的尔塞亚 然后是一个师徒制 他才有办法慢慢的学习 而在学校体制当中 这个部分他相对之下比较困难 我的看法是其实是资源不足 真正的技职 他会比一般的文科文组的相关 还要再贵很多 你不是说不能做好 台湾有做的很好的技职教育 就是医学院 医学院的医师教育 基本上就完全技职 出路超窄的 然后超宅小的 然后一进去就知道你大概就当医师 牙医就是当牙医 可是他其实是两个都有 你会发现他们有学科 可是他们会有术科实习 但我们的技职是便宜技职 就是我们并没有思考到说 技术的养成是需要 务实业界人才和现实结合 那也没有垄断 比如说我们 你自己随便找做水电 你并不会被找一关 你随便当医师 你可能会出事 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没有重视到 这个技职体系 或者是技术相关从业人员的 专业程度是多少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证照 反而是外国证照 比如电汉工资格 台湾有很多证照 但你问所有的电汉工 最有价值 真正可以让你一天 赚到7000块以上的电汉工 那个是国际汉工考试 台湾还没得考 你只能去新加坡 或中国的上海考 对 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会去取得外国的考试资料 因为考验 你可以电汉爱国者飞弹 直直加速器 这种等级的东西 或者是一样东西设备 那我们就会变成 就是我们的技术人才 他其实就是不大被重视承认的 陈思二讲是这样 我们的观察是如此 但是其实很多的技职体系 其实包括一般的大学里面 都会有所谓的产学合作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高中职 就直接在某个阶段里面 就直接去进工厂上班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你刚刚谈到学用落差的问题 那个大概就是一个 你收了65个学生 大概5个学生有用 然后是加55个学生放生 大概是这个状态 我们诚实的讲就是技职国手体系 技职选拔产学合作 大概就是一个系所 招了60个学生 然后留5个下来 剩下55个放生 我们诚实的讲 我这样讲很难听 但蛮现实的 大概是这个状态 没办法多的办法 回到你的刚刚谈到你的工作 监工 监工的工作大概有哪些 然后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当监工 或者是说监工有什么样的养成过程 监工的过程内容 大概你把它想成你们学校的总务主任好了 因为都是老师 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 什么样的可以当总务主任 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字 他对预算有一定的理解 第二个他对东西要完成到什么程度 要有一定的理解 找谁做他的反应能力要快 然后他有没有办法跟大家用正确的语言沟通 然后跟不同的人讨论 然后能不能统合并且确认进度金钱的效率 大概这样的状态 你就知道谁可以当监工 大概是这样子 他有什么样的养成过程 比如说通常而言我们叫小监工 就是在工地里面拍照 然后做记录 然后写今天来几个 明天来几个 从这里面开始 里面会有点醍醐味 比如说你如果每天都在算人数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工程里面用了几个能力 去算一下材料多少 能力多少 大概就算出来成本老板算多少 这就是你有没有把数字应用化 有没有办法处理到 我们的视角和视音上面就是说你能不能在 比如说因为大家讲话 你能不能很直接的讲重点 你会发现我讲话是很快速的 很直接的 然后第二点是你说要很清晰 你不能讲说我希望你明天早上可以做好 不行 我们要说明天早上十点半要验收 你十点的时候要交出来 我十点半会在这边验收 那你十点就要开始清洁 这是我们的对话方式 所以会比较直率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粗暴 这是我们习惯性的内容 就是监工的做法是如此 那也会让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工程师的思考逻辑是看到问题马上要提出解决方案 看到问题要马上有一个方向可以用 这个方向不见得是唯一解 可是你一定要提出至少一个解答 而且你有足够的利润去支撑你的主张 大概是这个状态 那这大概就是监工的内容 那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我觉得 你要能够走十层楼的楼梯 你要能够耐得了太阳晒 就是呃太阳可以晒 那你的体力体格的话 还好 然后你大部分时候等你他对话 那种台语听不听不大懂 你也愿意去学 然后对于呃大部分的人呃 环境的忍耐度 比如说闷臭脏乱有一定抵抗力 大概就可以了 嗯没有那么难 看看起来他其实呃他当然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实际上面 在体力劳动的这些工人 但是其实也是整体劳动一部分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中间 中间型的角色 一部分是一个管理者 但是他其实你要去 呃对这个工程有起码的 或是一个完整的了解 并且应该知道什么下达值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其实是一个转译者 是一个文化的转译者 这个在转译把很多东西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而且你要让别人听得懂 你的指令你的命令 是这样子吗 是就是简单来说我们不能 我们我们必须快速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 给他们不同的答案 然后同时是同一件事情 举例来说 可能对于买房子的老师 这这假设这老师要买房子 我可能就会跟他解释说 哦这个电箱你可以使用的 这个培度就是这条 这一这一排里面一次只能用一个电器 但是厨房这两个插座 你可以各自使用 所以我们给你做了装插有放大 那可是对功能的解释 就是你给我做30A 然后3.5平方的线 全部都独立拉 可是我跟老师这样讲没有用 那我等你们解释就要解释说 哦你这两个插座可以同时都使用 微波炉这个使用烤箱 这都是可以使用 我们在特别厨房的地方有放大 可以比较安全使用就用这两个 可是我对功能就是你给我30A的 然后接3.5平方线 而我们的解释 转易方式就会变得很明确 那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的核心技能 就是你如何在功能的时候下达指令 是清晰明确他们懂的 可是你要对于购买者或者是验收者 他能够说明你在什么样的时候有使用情境 我觉得这跟我的职业有点像我常讲说 大学的老师或是老师 其实有点像那个机桶旁边的得讨 这机桶是听神的话 得讨就是要去把神的话 或是把这个灵的话转易成人的话 所以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一天比一天大 我们可能刚出来出道的时候大概是30岁 可是慢慢已经50几岁 可是我的学生永远是18岁 所以我常常讲说我教传播科技好累 这是我每天要看一些我不太想看的东西 我必须要看一些他们的东西 我才能够跟他们的沟通 那我要把我的知识转易成他可以懂的方式 我觉得老师或者是牧师 现在我知道原来监工也大概也是这种角色 对就是你以前可能讲什么神雕侠侣 对这各位老师可能神雕侠侣 后来你要讲那个火影忍者 他那个海德 我现在可能要讲鬼灭之刃 接下来要讲什么还不知道 还要再还要再进修一次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 而且但是又是一个重要的技能 特别是我们必须要 不管是下达指令也好 或者是一种知识传递也好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或者是其实记者也是 记者也是要把那个复杂的政策 解释到一般的民众都可以听得懂 虽然这个因为一般的民众 他的年龄层 或他知识背景是有很多很大的疏益 可是你就让大家都可以懂 我觉得那个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这当然也会变成是一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写作的能力 是有一些很大的关系 就是你必须要把你在工地上面 所看到的东西转移成 大家能够看得懂的这个文字 那我不晓得写作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原来的生涯规划 或者是也就是 或者是你写作本身有什么要特定的一个目的吗 其实没有 那个时候就纯粹上网跟专民吵架 吵一吵发现说写的东西很多人按赞 很多人看 我觉得大家都有兴趣 那那个时候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蔡英文执政 那房地产那个时候有一点下挫的趋势 所以我们的案件变少 我就想多写几篇好了 写一下什么冰冰水 冰藍汤 八角状 宫庙文化 工地这一些 那写着写着就有出版社建议你出书 那你就出书了 出书之后诚实的讲就是 第一个你得到很多钱 就是那可能等于我的一年以上年收 当年的版税年收入已经有了 第二个是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给你一点机会 你可以去演讲干嘛 我们做兼工作十几年有点省 我跟大家诚实的讲就是 监工大概做个十多年之后 大概有几条路 就是第一个你可能变成管理职 你考上技师 当所谓的工程部经理 就是去大公司里面 第二个是进入公务员系统 第三个是自己出来创业 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想要往最后一个 就是看要不要自己开个小公司 做过小设计小包商这种 因为我大概考不上技师 诚实的讲就是 我本来就很讨厌考试 我觉得他妈浪费人生 然后第二点是 我又不打算去大公司 我很讨厌跟大公司很多体制 搬来搬去 我觉得那样很痛苦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思考 那我就后来转换人生 那你知道我就是写的东西 还有人要看 还有人愿意请我来讲 那我就可以靠这赚一点钱 然后有时候写写业配 做一点有的没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我是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人生规划 就是有哪里开心往哪里去 这样比较豪达一点 你也是跟你在书中写 那种足攻第二居的人是差不多的 对啊 因为我们诚实在讲就是这个 我的社会阶级不会有那种长时间稳定的中场的计划 诚实在讲我们就中下阶级的嘛 就是市场摆摊的摊放生的小孩 然后什么 然后什么条件给你人生很大的规划 对啊 那不会有的 嗯 我们刚刚谈到说这个 呃这个记者也好 老师也好 他在做一个文化转移的工作 不过在做文化转移 或者在做所谓的大众沟通之前 其实要先贴近到你的对象嘛 那其实刚刚也提到说 监工跟这个工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你是怎么样去贴近工人 虽然你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可是不见得 因为毕竟你不是工人嘛 就是还有一些落差 就是所谓的 我们如果从一个学术研究讲 就是在做田野嘛 这个过程是什么 你到底是怎么去观察 然后怎么去跟他们聊天 或者是怎么要把这些东西转换成 一个大众书写呢 我是先学会说话才学会写字 就是你最菜 所以在工地里面 你就是负责去挡劳安的哦 挡劳安的 这个是我们专业用语 就是你可能会穿的 比较完整 然后在人家来检查的时候去书名 那我本身有能源上道 看起来还像个沦摸的一样 所以就会去做这种状况 我就越来越会说话 那我也比较有办法 人家骂我也没什么 我的抵抗力还蛮强的 就是后脸皮就是那个看压力嘛 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就开始会跟工人生活相处 我们的话 跟工人相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兼工就是每天生活在工地 我们吃同样的便当嘛 可能会多一个虾卷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叫便当 所以工地主任的便当 会多两只虾卷这样子 那我也跟他们一起讨论工作 他们会跟我借钱 哀哀叫 讨论说价钱太低 问问说有没有废铁 可以让他们通通拿去卖 那这些看久了之后 自然而然生活在一起 我有可能本身就适合 并且 因为出生背景 很多身边就是做工的 摆摊的这一类的 所以跟他们拉近距离的速度算快 就是我曾经跟一些大学老教授 他们讨论 我当时说可能家庭野的速度比较快 他说对大概比一般的研究所学生快 可能比我们教授们都快一倍以上 我很快速对人家混手 我会有办法对人家切到正确的语言 沟通频率 并且能够车身处地的转换 转换位置 用他们听得懂的内容 像监工不是工人 我就说一件事就是 你把监工想成总务主任 就会知道我在工地的位置是什么 就是我不是老师 我不是学生 可是确实是学校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且他确实天天看着学生跑来跑去 看着老师换来换去 总务主任就在那边 一直做 他一样可以记录整个学校的工作 大概是这个状态 我自己在蛮鼓励我自己的指导学生 如果是在职生 我就会鼓励他自己写自己的职场 因为他绝对会比我更容易去了解他的职场 而且别人会对他产生的某种的信任 愿意去接受访谈 或是愿意让他在那里所谓的参与观察 不过回到一个更现实的状况 就是你毕竟是管理者 谈到他们对你这些 就是说看起来你觉得沟通没有困难 可是在那个身份上面还是有一些落差的不是吗 会啊会天天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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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我们会常常吵吵吵 但是这种监工你有没有办法跟他们成为长时间朋友 就是你对他的诚实度够不够 你可以直接说就老板这样讲 你就是做差了 你官民正大讲会比你弯弯曲曲的好 第二个是事实上 我认为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这管理者会跟他们产生利益上通 其实比较少 因为我们也是被压榨的一群 你懂吗 我的位阶没有到中高阶管理者 那种分享鼓励的状态 所以我比较会偏向和他们一样 是被聘的那个角色 可是我们的被聘雇方式有点不同 简单来说我已经措施了 台湾会把员工抓起来分鼓励 会有铁饭碗和金饭碗的时代 我就是一个进去之后就是薪水 换哪一家都差不多烂的待遇 我的这个时代是如此 所以其实我跟他们功能反而是比较近的 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也离到调德 因为我在谈 应该是前天上课我在谈田野调查 然后在谈参与观察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讲 我为什么取这一师 因为我觉得各位刚刚问的 那个位置不对 然后你是能够看到东西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产生了某种落差 可是我在你的书里面 在你的书里面我看到一段情节 我就觉得说你应该不会 你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情节 就是你没有提到 应该是在如此人生的后面那边 提到说在这个工地没有很多拾荒者 然后但是作为一个 他可能是违反了某种的劳检的条件 所以常常会有劳检员要来检查 那可是作为你一做一个管理者 我就觉得管理者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处理好 然后维护工地的安全 可是你不是 你就回过头来去保护这些拾荒者 然后或者是说 当这些警察要来抓这些外籍劳工 这些移工的时候 你会在那边一直跟大家一直归后轨 叫一直要去干扰这个警察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盘查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那个身份已经不一样 因为从那两个场景都让我觉得说 其实你不是一般的监工 你已经是工人了 你跟他们是站在一起去做某种的保护 或是维护那些工人的权益 那是一个站在一起的那种情况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阶级落差 如果我后来大概理解 就是你和他们比较近 事实上我们这个年龄成的工程师好了 就是老板讲什么 我们大概也知道他有点像职场 现在有个名词叫PUA 你知道吗 就讲你们这些年轻人怎样怎样 其实后来发现功能反而还比较 对我们大部分时候比较好一点 你说的这个位阶我是管理者 其实这个也可以转个优势 举例来说是我在关心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比较差异 他们会觉得天哪终于有个监工懂了 他们会觉得你走到哪都活得下去 甚至我会说我第一个工地进去的工人 到现在还有联系 还一堆有联系的 还会跑到我的仓库 干我的电断之类的 大概是这种关系 我事实上觉得因为老板一直换 我们这种监工拍的雇用保证也是做一两工程 可能就换掉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的 我们并没有什么职位的终身雇用保障制 所以我们反而是知道一件事情是 这些功能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 我未来如果去接工程的时候 我带着你们 你们还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当然我的心思在 这是我的小心思 小九九 我现在靠着一些功能 我还可以赚一点钱 这是一个位置上面你到底要怎么去移动的问题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堂课就是民雄学 然后同学们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成果 然后这个成果大部分的学生就是成果 老师做的教的作业 然后成果交出去就算了 那个受访者被田野对象 通常就跟他再也没有任何的往来 可是你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吗 我跟我们团队的其他老师会助理 我们会去一个一个拜访 那些曾经帮那些受访者 为什么不想他 就是我们会谢谢他说 谢谢你 看钱我爱拿钱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老师 但是他也是我们的老师 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 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化学变化 就是对他们而言 他会觉得很奇怪 以前大家来访问我就算了 那你这次访问完之后 还可以拿作品给我看 然后还会有一个老师来跟我拜访 我跟我说谢谢 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到底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哪里 如果你愿意跟大家是在一起的 其实那个贴近的可能性都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跟很多的受访者 很多的乡民 我们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成功的田野 或成功的新闻记者 就王牌记者他们会有一个特性是 你今天采访完之后会继续取得联络 而且把对方当独一无二的对待 没错 你会当独一无二的对待他人才是你有 有没有资格走入田野的基础 我觉得说你写了对方你这些故事取得之后 你有沒有负起责任 比如说这些故事与他共享 或者是让他商贴 但他讨论是不是有错 我认为这才是重点 没错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记者都会被认为是一个掠夺者 那甚至很多时候都觉得有时候大学生可能也很像掠夺者 访问完之后就不管人家 那些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明明你的作业是别人帮你完成 明明你的功课是别人帮你完成 那个最起码的谢谢 最起码的回馈是很重要的 那回到你的书来看 事实上我们知道你出的这两本书 一本是做工的 一本是如此人生 那做工的我们看到他的主轴是比较偏向在这个营造 营造业为主的功能 可是如此人生他事实上 他跨越的范围其实就更大了 那也就是跟这个营造业功能有关的 其他的这种劳动形态 这两本书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隔 这是原本就写作上面 就有的规划吗 或者是说如果不是那为什么第二本书 你会开始把那个面向跟扩散到其他的这种 跟营造业功能相关的功能上红 其实因为第一个就是营造业的议题 有一些故事是你写了一个之后 你就第二个就不想那么写了 程师傅讲这议题会越写越少 那你自己这边的故事写完 你要写别人的故事 我举例来说就是当我写完第一本做工人的时候 我工地里面还有一些故事 可是我再继续写8加9的各种东西 好像就觉得有点无聊 你懂吗 我已经写过8加9的 我已经写过冰檀西斯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想法是继续把它写的更复杂 或写的更多一点 因为以现在的乐听习惯和它的内容性来说 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写一点其他东西 有点自我挑战的 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第一本书结束 对不起我拿到板碎 那我就开始思考说那我还能不能写点别的 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去看我以前的建案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每天就工程时间很长 不会回去自己的建案 那个时候我就思考那我接下来要干嘛 我是不是要报工程 那在写如此人声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就让我觉得好像我的工程价值很废 就是我盖的房子我都买不起 然后盖的房子都没什么人在住都在炒地平 那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受到很严重的挫折 你可以把它讲成说就是你当老师 你的学生完全没有在使用你教出来的东西 他们可能都在做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事 比如说做拿你的 传播科系的老师应该很有这种感受 所以你传播科系的老师就全部都在做酒店经济 或者是全部都在线上博弈 你就会觉得很挫折 我在做什么东西 我盖房子是要带点人住的 就都没有去盖 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挫折 我就想好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 我要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做工人到如此人声 他扩大了 他扩大了点 第一个是我希望可以多一点挑战 写一点工地周遭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写8加9了 虽然说我还可以在写作阵头的组成形式 功能在借钱的时候怎么用 然后功能在讨论 比如说工程分发 可是我觉得这在写下去在自我重复 你知道吗 写作者很讨厌自我重复 就觉得这种东西在写系很卡 第二点是 我也在想我还能写什么东西 我们是一个 我是一个没有那个计划 所以一直在追寻 就是你会发现像今年疫情 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瞎搞 胡搞瞎搞了三四个月都在帮人家募款 这种事也会发生 那是我只能写我看到的 所以自然而然 我的生活环境改变之后 第一本书就自然的被拉到了 第二本书这个活动范围 像关系的足以范围 像是因为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很多批评讨论 我好不容易才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才全部理解大家在讲什么东西 比如说田野调查社会学 其实我现在都可以跟你讲 田野就是走进去你想关注的人收到 然后等他们取得第一线的资料 可是这种田野调查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很讨厌的名词 我到现在很讨厌社会学的原因 是他把一些名词宽限之后 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 还是读社会学的很喜欢用一堆 很喜欢直接用这种特有名词 然后不用个别的事件来做解释 我就很讨厌你知道吗 就觉得你讲半天你什么事都不会做 那个疫情期间募资没有一个募的比我多 那么多干嘛 我就有这种反应 到现在还是在 我诚实的讲是我个人觉得自己 扩大自己的关注想法内容之后 我还是期待 我有一件事情是要做到的 就是被我写的对象是要看得懂的 这的确是 其实台湾最近这三五年出了蛮多 跟工人有关的书 有些是写的很多人还都在谈他自己的家庭 或者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 但是他很多都是从社会学的这个脉络 或是这个知识的角度去写 那的确跟你在谈这些事情的那种角度 是不一样 你的东西里头虽然 看起来所谓的 质量 也许不是那么 可是那个活生生的人的样子 在书中里面是可以跳得出来的 是那个情感是可以跳得出来的啊 那当然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本 让大家怎么去解释或者是怎么样 至少你把这些所谓的田野 虽然你不见得很喜欢这个字 至少这个田野透过你的书中 去回到了这个教室里面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相对的更近距离的看到 那个所谓的田野的状况是什么 即使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这不是在百分之百完全的去呈现 那个真实的情况 我想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 就是要百分之百呈现很难 当然这里面有个局限就是 我后来也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样讲好了 林立新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所以如果今天出的一些问题 像是刚刚有一个爱民老师问说 我当监控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会说我在写书的时候 都是把最麻烦 我解决不了问题写下来 比如说做错了 比如说工人没有办法履约 他做到一半出意外 受伤手指断掉 这完全没办法解决 这我会写下来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现实世界里面 没能力的人 举例来说好了 可能我比一般的人还有能力 比如说物资 耗招或者是动能 行动力也比一般人强 可是当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我的书会偏向写任何东西 都是悲观射掉 我们诚实的说 这是一个在写作上面一个位置 就是我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大的人 比一般人来说 你不能当什么中生熊那种比起来是少了很多 但比一般人写作者来说 我的行动能力很强 所以我会注意一些根本就无法解决 比如说工人的晚生 工人的过世 工人他在我举例来说 前一阵是有工人过世 他的工程 因为他过世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履业 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是他做一半 后面那一半谁来做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处理的事 我们最常遇到的大问题 最大的最常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出错 就是做了一个他会赔本 会赔钱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考试到一些价值观 你要不要赔本把它做完 通常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冲突 那最大的困难都是他 就算是钱也无法解决 我会认为那是最大困难 大概是这个状态 也许接下来我们回到你的书里面的一些 一些章节 一些情节来做一些讨论 就是例如说你在书里面提到 很多人会误以为 台湾的年轻人是因为懒 然后吃不了苦 所以导致了这台湾的缺工严重 那也在这种状况底下 雇主因为本地的人就是懒 或是吃不了苦 或是觉得薪水太低 所以他们只能够去引进外劳 实际上面的真相是这个样子的 那都唬烂 如果今天工作是一个月大概8万块到15万块 25万块一个月 那今天所有老师都会辞掉老师的职位去做 那为什么年轻人不做 因为年轻人比你聪明不比你笨 他知道你都会好小 所以不想被骗 如果今天你职场的职位是 待遇真的很好 大家挤破头都会进去 如果你今天有几个问题发生 大家就不想去 比如说危险很高很辛苦 然后你这个待遇非常差以外 一开始入行的时候还会被打压 而且没有人可以教你 那这个时候当然没有人要干 那我们的营造产业是一个 平安心讲 就是社会地位又低 待遇又差 环境又恶劣 给的钱又少 然后又被受歧视的生活 当然就没有人要做 半件才会去做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就是你去送panda都比做工还要好 诚实的说 因为你现在会说 没有啊那有些人可以一天赚到五六千块 那是因为他有专业能力 他累积了十几年 那你问他要不要再一次的时候 他可能都说我不见得想要再做一次 举例来说像你问我说 历心你要不要再去工第一次 我说如果是现在是 我已经出了书 我已经干了吗 干了什么有的没的 我可能就会多一点选择 不见得会想要接受人家的待遇 我要有选择权 那你会发现这种人家说 因为懒因为吃不了苦 那是虎辣的 讲一句难听一点就是 哪个职业最脏最辛苦的人 医生嘛 大家挤破头要去做 因为待遇高 社会地位高 环境好 然后你说危险 当然危险到爆啊 因为现在疫情就知道 死亡比例那么高 死亡风险那么高 但如果你给予很好的设备 很好的资产环境条件 大家就挤破头去做 那你任何一个人只要讲说懒吃不了苦 通常就是这个环境行业处于被补血 并且被看不起的状态 嗯 也就是那个环境的本身是 不是一个提供好的环境 那个劳化劳动条件包括薪资 所以不进去做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状况 对 嗯 你请说 正常的状态就是 因为那工作看不到前景未来 嗯嗯 你在事务里面其实也谈到 刚刚谈到就是引进外劳 是很多人的这个主张 可是在实际上面 呃本地的劳工跟外企的劳工 跟移工 他们在工地的这个现场的互动的 关系是什么 那当然谈到本劳跟外劳的问题 也就会谈到另外一个 会有一些人主张说 本地劳工的薪资 要跟外企劳工的薪资 要脱钩 你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东西大概是炒了十几二十年的吧 这个草棉丸 大概全世界都在炒这个议题 对不起 简单来说就是缺乏劳动力的时候 劳动力的价值能不能被替代 我举例来说我们在炒的日本有工匠精神 那是因为日本完全排外嘛 诚实在讲 他们排外 所以他们有工匠精神 对嘛 诚实在讲是如此 那你今天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呃台湾劳工他的收入 会再辛苦再危险的工作都有人做 这第一个就是钱多 钱可以改善社会地位 那如果你今天社会给予环境保护 或者是这个价值观 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 很高的尊崇的时候 他们愿意做 我举例而言就是 中小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叫波兰医生事件 波兰医生事件 这边的老师们应该没听过也可以去哭口 简单来说 现在我们来举例就是台湾非常缺医生 我们找一堆波兰医生回来 不见得受过台湾那么完整的医学院的人 来当医生好不好 一堆人都反对啊 台湾人反对啊 可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职业是有歧视的 那工地劳工和工厂劳工 为什么可以被替代 因为很简单 我们就是歧视 诚实在说就是有阶级存在 只是这阶级和过去想象中不一样 他更隐晦更细腻一点 那我们就是一个会被替代 并且被贬低的阶级 我举例的原因就是 所有只要引进移工的工作作业空间 作业员待遇都在减低 我举例最简单来说 我渡航的那一年的时候 你去电子工厂里面轮大业班的薪资起薪的话 应该是28000块到 然后另外加上夜间加急 可是现在起薪会压到24000块 而且还有前三个月用能力派遣 因为他们有移工可以替代 那台湾的雇主已经形成一个文化 就是先该说台湾人不来啦 你们年轻人各个烂草莓啦 任何行业都这样子来打压 因为他们其实面对国外竞争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就打压比自己更弱势的 那这个状况就是要用移工来 移工就会被欺负嘛 我们的移工讲一句难听也就是 大家知道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移工被强奸吗 对大概是这个程度 我们事实上是如此啊 那只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当人的职场劳动力可以做减损 可以做取舍的时候 台湾劳工就会反对 并且讨厌移工的引进 这是事实 这反对了很久 反对了很久 你会看到只要是要开放扩大移工的时候 第一个跳出来靠腰的一定是 不能说靠腰 第一个看真的一定是原住民 他们觉得他们工作变少了 这里面有一部电影叫做 请给我一份工作 1989你就拍好了 到现在还是 他们会排挤到 纯粹以劳动力为主的劳动群体 那我们国家又没有对于劳工的 比如说完整的补贴就业保障工会的 省的机制 就是很烂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只会干干叫 然后发一些费钱 那我们事实上现在 如果你问的话 本劳和外劳就是 如果你非法我就开始检举你 除非你是我请的 大概是这样 你刚刚讲到说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 就是工人的地位提高 可是在现实上面 他应该是很困难 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劳动条件的问题 或者是薪水的问题 可能包括观念都会有一些 一些现象就好像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是会有一些家长会说 如果不用跟奥拜特一做纲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 这个所谓的工作的形态上面的 一种阶级的 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 这个要改变不是也一样很困难吗 很难 那就是事实上你要想就是 如果今天这工人的社会地位很高 应该是很多的公民老师会跑去说 我不想干公民老师 我觉得做工比较有前途 这就是会有未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可是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就是代表一件事 就是功能地位其实很低 收入也很低 那你如果要找一个最明显的地址 就是看一下台电台水 他每年在考试他也是做工的 台电台水又做工的 拉电线杆 拉超电表 可是他居然要考试 所以你仔细看 那就知道 应该大部分的功能的收入 不待遇保障 不如台电台水 用这个模式去看你就知道了 就是那些 胡乱你说功能很好赚的新闻 你就可以翻译别人 因为他可能拿偏差值 就跑过来说 你知道吗 当公民老师每个人月入25万 你知道吗 那其实有 他可能有15万块是收地租之类的 胡乱你的 这种状况 这是常常会有的 他可能用一个极端案例 然后来夸大 那现在要本岛外劳薪资 脱钩你要想 我读经济学只有一个观念 社会学经济学讲那么多废话 只要有人提出政治主张 先看谁得利 谁得到好处 本岛外劳脱钩到底是谁得到好处 到底好处归谁 好处是如果今天是 资本家伤害劳工的话 你对劳工有什么补贴和政策的对应 没有 这个很简单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偏颇 而且可能会造成失衡的状态 你就把它想成 我们今天可以请外国医师来免费的当医师 或者是我们请布兰医师来医生资格考 或者是扩大 你要知道 医学院只要增加个50个名额 医生就靠北靠步了 我们功能这一次一次外劳 一进500个都没有人在靠腰 你在书中有提到 就是如果这个劳工的身体不舒服 他们很多会去找PN方 而不见会去看医生 如果这个精神不好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会去吸安非他命 然后让自己的精神上面 精神上头是有这种亢奋 或者他其实会有某种的 在精神上面体力上面的一个 持续劳动的这个动力啊 可是这个不是一个 对很多来讲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选择 就不是一个对身体是有害的事情吗 那你在书中里面也提到说 身为工人要保持身体健康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那雇主当他面对到所谓的工人 身体不适的时候 他通常是有什么样方法去对待 你们社会学有个名词叫异化 简单来说我们都叫自顾者型态 就会觉得自己有钱做的时候要努力赚 那东西是归在自己身上 所以会过度操劳自己 那你会说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 我举例来说就是工人哪来的特休啊 别闹了 我们是内心制度不做就没钱了 我们会说就是 操死死一个 没做死整个家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累的话累死一个人 不做的话全家去死 那这个状况在你就是自己 要最短时间之内提神 然后解决病痛 所以回去吊大胆 然后打止痛针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到现在还是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习惯 比如喉咙巴 我打一针就好了 我们这种习惯是根深蒂固 那你说为什么会使用这种偏盘用 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劳动 操劳到一定程度 合法的东西都不够提神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本来可能就处于 对那些物质容易取得的环境 你知道底层就是一团 一团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的东西 你要单纯化的世界根本不可能 你什么人都在接触 你要知道之所以底层 底层或者是社会基层人士叫基层 就是他所有东西都会往下溜 什么东西都会有 所以他要取得容易 甚至诚实的讲就是他也不贵 我们反毒教育在那边讲半天 就是通常不讲价钱 他其实也不贵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反毒教育我朝日的时候 有些蛮荒谬 真的会去吸毒的人 应该也不会看你的那些 缺帅的广告 你就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反毒教育 什么时候在谈 谈谈钱 到底毒品多少钱 为什么要使用毒品 毒品现在的行情如何 但没有人在讲这个东西 对吗 所以你就是一个假的教育 你真的教育应该是多少钱 使用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使用 到底花多少钱 会破产的原因 使用上的状况 你根本就没有教 你只是讲好可怕好恐怖 这个东西就好像以前的反真教 童真教育一样 智障行为 我们在讲劳工如果受伤的话 雇主怎么办 就丢掉 你知道像移工死完的话 待遇就比台湾本老便宜 如果死一个林立青的话 工地大概四五百万起跳和解 移工大概是九十几万 因为劳基法的最低薰值的 好像要几个月去算的 所以大概是100万以下 如果有保老保 还可以再折扣一点下来 所以我们会说一件事情是 当你这个职场根本就不受保障 没有环境可以被替代的时候 你只能是我压榨或者是离开 那现在有好消息 是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移工要来的 所以台湾的工资 慢慢最近有在提升 就是老板在干干叫 那现在是炒不到工资 因为他们还不愿意提升工资 所以干干叫找不到工资 找不到工资 但是政府开开叫 看能不能骗外劳来做 那目前看来没有用 未来应该就会提升的 移工不来 最近的报道也告诉我们 他事实上是因为日韩的外籍劳工 移工的薪资是很高于台湾很多 所以大家都会 移工都是笨蛋 他会往日本韩国去做 怎么会来台湾呢 就是移工 日本韩国把他们当人看 像韩国就是诚实的讲 就是韩国还是有阶级制度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那就把部分的行业 然后开放 移工来做 那待遇就给你比台湾高很多 那日本的话是你来了 我还我把你当做日本的一样 同工同仇的待遇 而且他们的 哇连康工都是 都是上班打卡 上班制 那我如果是移工 我当然是要上下班制 这边台湾我们就看说老师就好了 你想要在家每天在家看婆婆 还是上下班 对嘛废话大家都愿意上下班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大家都会做这样的选择 然后第二点是 我们的基本工资严重 低估能力的成本 我们的所有工资的政策里面 为了稳定物价 他压低的是劳工 政府就带头做一些约聘雇的行为 你看你们多少的老师他妈约聘雇 然后做成这样子 根本就压榨能力 政府带头压榨 所以就乱搞一通 事实上是如此 对这个约聘雇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 不过其实蛮多的老师 他下班的时间也都非常非常的快 我觉得这个是高中老师 其实也是如此 很多小学老师恐怕也都是这样 我觉得整个台湾的劳动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扭曲的一种状况 这个不只是发生在基层工人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对基层工人理解 其实慢慢的应该是越来越接近才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像 就是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人人都是官场工人 包括大学教授有一天可能你今天就突然间 这个学校把你也聘了 你一样都是官场工人 所以工人呃 他就是一个受雇者 受雇者他不是就应该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一群人吗 是啊 但是我们呃 一般来说我们举例而言就是像国外 如果今天是法国他们在抗争的时候 呃要压低老公工资 第一个跳出来靠腰的一定是教师 他们公教老师一起的就是 但台湾的话大概要到了那个呃 前一阵的退休金在改革的时候有没有 那个军工教发现自己的大导 对18%的那个 对才会发现说原来他们应该是和老公站在一起的 对 因为其他国家是公教 勞在一起 军警不一定 因为军警很多时候他们的呃 算是另外一个轨道 但其他正常国家或其他国家他们是公教勞 而勞工会第一个跳出来说你不能砍老师的待遇 因为我们我们的弱势家 你只能靠工有的教育来补处之类的 但我们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完全是一个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这个大概还有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有一点在成型 可能还要个20年吧 林立新大概70岁的时候 可以看到台湾的劳动条件稍微好一点 刚刚我们台湾是一个年金改革 就是他的确是让这个年金改革 当然有很多的老师或是军工教师 有一些不太一样 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 就是违反的信赖保护原则 可是某种程度上面 他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看到 这个工作本身是存在一些不稳定的这种状况 我刚刚谈到这个罢工 我昨天在课堂上面也放的 这个韩国的记者罢工的这个影片 那就同学就会觉得说 他们罢工的时候 难道他们不用去跑新闻吗 我说不用啊 这罢工为什么要跑新闻 罢工就是要去摊坏这个公司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现在在国管很多的罢工 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 会觉得罢工会造成我们生活的不方便 可是对别人 有些国家说对啊 你的罢工就是我的罢工 因为我有一天我也会罢工 我也需要你要体调我 你要来深约我 就是那个所谓的劳动意识 或是对劳动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跟其他国家还是有些差别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空服员罢工 或者是记事罢工的时候 从这个消费者的反应 还是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罢工 这会不会搞得我们不方便 要出国要洽工都很麻烦 我们还没有讨论 我们还没进步到那边 就是我们过去的像职业尊敬 职业教育和职业的养成 这些东西 说真的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在教育这一点 我们从来没有在教育 但是以前说他尊重专业都假的 就是我们根本就没人在看正道尊重的屁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活在很好的时代是大家开始 该叫说应该要尊重专业 可是我们活在最让的时代是 大概35岁以上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叫尊重职业教育 不知道怎么尊重职业 大部分普遍来说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是现在卡在这里 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在你的书里面其实大部分的 应该讲说在现实上我们看到在营造业工作的劳工 应该都是男性嘛 但是你的书里面其实会谈到一些女性的劳工 我不晓得女性的劳工在一个以男性为主 为主的这样一个劳动的环境当中 他们的处境是什么 然后 他们女性劳工 或是营造业的女性劳工跟男性 有没有在工作上面不同的地方呢 有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会补胃 我会说这叫补胃就是说 营造是一个非常阳干的地方 他非常讲究体力劳动之类 在你没有办法用比如说机械设备 或管理更好的工具器材 以前其实完全就是靠提格 所以女性确实一下也就劣势 但因为女性在那边就会变成说 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应该让女人去做的事情 反而会让一些人有办法在里面发挥 举例来说就是男人这男人借钱 就是通常借我5万块 你就管兄弟挺一句 你就必须会借钱或者是不借钱 马上撕破脸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我老婆就会说 没问题等一下我问一下我老婆 现在钱没在看 所以就会让女性 可以躺一下就对了 那女性就有属于女性可以说的话 比如说营伟就会说 你如果说你要做钱 是要看他那些没问题 我现在就有身边穿过你了 你如果说要开招你就去死了 对大概是这样 我讲话比较粗鲁道 是大概听得懂 就是女性她可以用她的逻辑去控制 或者是掌握这个男性为主的氛围 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是小朋友要看医生 或者小孩要读书 老人要看医生那没问题了 我们钱几万块 5万块 7万块拿得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一起去酒店玩女人 你就去死一死算了 大概刚刚那句台语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我怕有个小时听不懂台语 应该公平小时候听得懂 但我大概解释一下 同样的是男人跟男人都大男人 然后我们技术本位 所以男人会在里面尬体力尬技术尬看谁好 可是有很多男人就是发票税内加不会开 通常你知道发票税内加 你那个总额可能是50万 那你的税金就要是50乘以先乘以0.05 然后算出税金多少 再把它剪掉之后变成同价税金这样加起来 这叫发票税内加 那这个东西有些男人就是一辈子也没开过发票税内加了 就是从不过老婆在管钱 那也有这种好处 那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他分工有一点特别就是 出的就是杂魄罐了 所以钱会觉得这要给老婆罐 有一些功能就会用这个当做自己和别的功能不一样 来作为品质 来作为象征 我可以拒绝一点无聊的诱惑 比如说真的去开杂魄之类的 就是玩女人啊 嫖妓之类的 我可以抵挡掉一些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兴趣 我可以处理掉一些猪肯狗友 所以女性在那个时候补位会变得很强大 那女性还有一点是工作形态 因为他不见得 他是他一开始一定补助型 可是工地是一个重复同样工作 所以他会看久之后 他自然会在登着夫婿一起工作的时间里面 学到一些独特的东西 比如说观察环境的内容 知道怎么买东西 知道应对内容 比价寻价 这些女性我觉得反而就因为他会去补位 所以他会在这方面的技能特化起来 这是我所看到的普遍性 那你说怎么照顾小孩的话 有几种状况 有一些工人会在工作稳定的时候叫老婆回家 像我常常在脸床出现曾文昌先生 他就是一开始老婆有没有做自己的 可是他因为他是一开始老婆会登他在工厂打一些杂 可是当他已经赚很多钱的时候 他就把钱都丢给老婆 让老婆去嘎票 老婆去跑会计 就是老板娘变会计 那久了就老板娘连会计都不见得要当的 老板娘就去当老板娘 你就是在家里面去做一些什么body shop 去做一些美容 去带小孩出去玩 小孩给你雇我去外面打拼 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面 他是鼓励我们这种男性为主的人 你要赚很多的钱追求很大的主业 就是你要赚钱有名声 然后把老婆顾好 对当然他也是一个不全体制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只要你玩玩女人 我们会觉得无所谓之类的 但是你必须要是老婆无鱼 小孩无鱼都养得起 否则你会被我们这些人看扁 除了在劳动现场就是所谓的初工的现场 或者是营造业的现场有女性的劳动之外 其实你的第二本书如此人生 前面几张事实上都是在谈女性的劳动者 包括酒处 包括在八大行业 包括在酒店里面小姐 为什么 在这本书里面 在一开场就以这些女性作为主题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形态 跟在这个工地现场的劳工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说我为什么会写这些 就是我们周遭的一些 我那个时候写如此人生 我想要把它扩大出去 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35岁 我身边一些没有结婚的功能 就整天就是去亏冰岩 亏酒醋 我们亏酒醋亏冰岩就是去搭讪女生 然后去想办法认识 要约会交往之类的 就要亏冰岩亏酒醋 那八大也是会去 然后而且会过度渲染垂须 那酒店小姐也会 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男生大男人都在这种押运的无聊打游丝 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来写出来 或许可以看到 我们真正工地的人 他们的那两层两个层面 不然你看男人在讲的时候 永远都是性能力夸道到不行 每个都30公分虎让他靠北的 可是你如果换另外一角度去看 就会发现任何的职场 有他自己的文化体系 两层过程无奈在里面 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除了女性劳动的九处这一类 因为编辑这个时候想要把它编同一类 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像是 你下面那一题就是工地的阿营什么的 我记得你后面有提到这一个清洁工年长的功能 或者是一些檳榔摊 相关他也是存在的 只是在工地现场你说真正掌握很专业技术的女性 其实比较少见 真的比较少见 就是他在工地职场里面专业达到一定程度非常厉害的 真的比较少 以工地我是比较少遇到 这是事实 当然你不能说没有 比如说我还是有清肝架的很强的 一对女同志伙伴 那也有这种很少数 但是还是以男性比较多 刚刚你谈到这个在医院工作的阿姨 因为就是每一年都会换约 那每次换约就是从零开始 就是他几乎没有办法去累积他的年资 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访问 或是工夫在做报导的时候 这台中龙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我不知道你不是在时间在讲的是台中龙总 就是有很多的清洁 负责清洁或者是打扫的阿姨 或者事实上在一些大选里面 包括政大之前也发生过类似 学生的抗争 就是希望能够去保障 这些外包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权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阿姨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认真 尽忠职守 可是这个资方也好 或者是这些 这些所谓的中介公司也好 他都会用很多的巧门 用很多的方法 是让你的年资没有办法累积 年资没有办法累积 当然你的薪资就很难去增加 甚至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他谈条件 或者是说你的劳退 其实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其实是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状况 可是这是普遍状况啊 他不只是医院啊 我那个医院不是台中龙总的 是那个台大医院和那个荷平医院的两个医院都是这样子了 那也没什么 我丢了你就写出来没差 我讲讲也没差 现在那个阿姨已经立志了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 就是他第一个是每年的健检 他要照理来说他要花一千块健检 可是我先把你败掉你自己去拿健检报告书 这是你出就连一千块都要省 那为照文这个状态是因为这些呃 劳务承软的公司 他的他就最低价标嘛 那最低价标的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谁敢压榨自己的劳工 我就把工作给谁做 这是政府奖励那个呃 虐待自己劳工的一个行为嘛 你知道吗 我们的所有的劳务承软就最低价标 你愿意虐待你的劳工 你政府就说 站这个工作给你做 谁可以压榨自己的 我们政府是这样子啊 只是我没有名字改了 比较最低价标 不要劳务最低价不要以承软那个管理为原则立满这些条件 那讲一句难听就是 谁虐待自己的劳工我就把工作给谁做 只是比以前没有讲那么粗鲁 我比较讲话比较鸡挖一点 那这种状态之下 他们就会被压迫劳动淘汰掉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之所以 会想要写这个是因为我很无聊 我想要混进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 考试院监察院去看哪一个院最虐待 虐待自己的那个 呃清洁工 嗯 结果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像司法院司法院就要你在那边打蜡犯天啊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清洁事 可是司法院的那清洁工还说 我们这边算不错 不会被欺负 那你去立法院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恐怖平衡 你知道吗 就是行政院是真的在虐待劳工 他们那个是没有年假在基 你要知道你要去靠北 你就说他妈行政院根本就自己虐待自己的清洁工就好了 很靠北吧 那立法院是有恐怖平衡 因为立法委员他们他们就是习惯当民意代表 所以每一层楼可能会有不同党激 立法委员谁都不敢欺负对方 还比较开心 而且因为他们是成安地那个叫做庇护人力相关的 所以他们做不知道 不管几年都有七天的特休换成钱 但你是不能修的 你只能换成钱 对你懂吗 然后你也不会增加 你也不会增加 他不会让你增加你的那个特休 他其实就是变相的 取得一个压榨你的平衡 那好像监察院是最合法的 监察院是非常好 然后其他的院考试院不怎么样 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说五院算好的 更烂的就是经济部 经济部的清洁公共是虐待到靠北 果然是学经济的都欺负人压榨到最后一滴血 你懂吗 就是压榨到不可思议的压榨 所以你是说政府机关他也是一年一聘 然后这些承软公司也都一年一聘 然后大家每次都从零开始 对啊 你觉得很奇怪吗 好非常好 我也就是笑得出来了 就是你应该公司可以做这个专题 你知道吗 嗯 就去看一下 然后就发现立法院 因为我混了四天之后终于混进去 可是那个可恶 被那个立法委认出来 是林立青的 我就没有办法握紧进去了 嗯 对 我那个时候就想要把这些全部都调查起来 我想知道说台湾怎么样 可是中东府我进不去 所以中东府我进不去混不进去 我也想知道他们怎么压榨人力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你讲一句哪天国安也可以啦 你说基本机支请来的功能 然后特休假没有 他哪天把资料卸了 那活该啊 对啊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乱搞一通 对啊 所以其实政府告诉我们说 他会不断的去减少约评估 然后这种非典型劳工 在至少政府接外会减少 但是其实又换了另外一种的模式在运作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啊 好小 他就是全部过来包给人家 让别人去虐待了 嗯 对啊 就是我本人没有约评估啊 可是我转包 你的别人 我外包的公司是约评估 我外包的公司还是约评估啊 那不是满啪啪啪啦 那个换汤不换药 对啊 这其实很多时候在谈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 就是要去追究这些东西 但是不会有人去追究政府 他其实也是一个助长的这样一个情形 所产生 即使他不是杀手 可他至少看起来是在旁边这边化銷的 那样的一个角色吧 没有 那也是我们自己人民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大家都讨厌加税嘛 对啊 政府就要省钱 省钱到最后就省一些这种能力的钱 就是以为他要炸自己老公啊 我们简单来就是 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利用自己手上 全力去压榨别人啊 对啊 那个阿唐贤舟 我们也是用舆论压榨他 欺负他 打压他 我们要发现这样会被自己压榨的时候 可能就会醒过来 就像希腊人觉得迅弩很正常 直到希腊人也被遭遇到奴隶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不正常 这倒是一个很很贴切的形容 也是一个现实啊 常常我们必须要死到临头 才会发现 哇 原来我快死的 原来我以前也曾经害别人 差不多死掉 好的 回到你的书里面 其实也提到在这个 除了功能之外 提到功能跟营造业之间的关系 你在书里面曾经提到过说 营造公司有这种所谓的三层皮的 这种层层剥削的方式 什么是三层皮的层层剥削的方式 那政府在知道 这个三层皮的剥削方式是什么 他们也会在管这些事情吗 三层皮剥削方式 我第二本书的时候写的比较快 我发现很多的名词 那个时候写太专精 大家都听不懂 简单来说 第一个叫做 只要被罚款 你也连贷的成 连贷被罚了 然后功期的延档 我们大家一起赔 这叫做第一层皮 第二层皮是你在勤款的时候 会让你压票席 第三层皮叫做税内加 这叫三层皮 简单来第一个就是 我如果今天这功臣延档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赔 这是一个讲好听 叫做我们大家一起做 我的权力比你大 我是代表的 我就压着你一起赔钱 大家一起赔钱 我转嫁我的责任到你身上 第二层叫做 你必须有一定的压标筋 这也是政府来的 就是你如果今天去投标 政府工程 它会有个履约保证 和那个履约保证金 然后保固金 这叫第二层皮 这也是政府来的 那第三层皮就是所谓的 那个叫发票税内加 就是我们三业模式里面 就是再把你的税金 压个四五%当做内容 那里面还有一个更巧的巧门 叫做 如果你要领现金 而不是票的话 我们都是开六个月的票 用公司规定 如果你要领现金 再给你加个三% 那就可以拿到八%的差异 大概是这个状态 这叫三层皮压榨法 那政府一般来说 我诚实在讲 第一层皮叫做延期完工的 限期完工期 这是政府来 第一第二层皮都是政府交的 就是政府把外国那一套 拿来压在自己的营造公司 营造公司又拿来压榨自己下包 所以政府当然不管 废话 这是他带头的 但讲一讲 越来越无力了 OK 没关系 下边这一题可能更无力 其实你曾经有一篇文章 你提到说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 他说 你说我在中部的一个朋友 常用总统纪念来说明 台湾出公的待遇 李登辉时代出公是一天1700 陈水扁时代的出公是一天1500 马英九时代出公是一天1300 蔡英文时代的出公是一天1100 真的是这样子吗 历年的政府不是在想说 我们今天提高的这所谓的基本的工资吗 然后我们的年年基本工资在提高 包括那个 时薪也都在提高 那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现有的这种所谓的薪资制度 或者是现有的劳基法 并不是用于出公 他才会出现刚刚看到1700 然后后来变成一千一的状况吗 最近比较高一点的 最近比较高一点的 因为那个工不能来有没有 然后最近好像飙到一千二一千三的 台北县市那边 可是在中部彰化好像还是有人请到一千一 那前一阵子是呢 政府都在做假新闻啊 政府的假新闻通常是 呃说什么台积电回国 所以抢工人吗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是唬烂你的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是因为公共工程延旦 如果要离如果三四次的话就必须公务员要乘处 所以他们要收集资料 就会用一些政府配合金 跟人家讲一讲说为什么延旦 因为台积电抢工人 什么都贵台积电 就台积电你没办法去靠北他吗 所以就会说啊这没办法 大概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那些台积电的出公也是17001800 他没有比较高 他真的没有比较高 大家胡乱太多了 台积电大概进场大概多400块 可是他的安全设备相关买一买 差不多也就那个价钱了 不用想那么多 那一点也没有比较好做 安全设备是说这些出公司也要负责他自己的安全 比如说你进台积电你要上课嘛 那上课那个成本也要赚进去嘛 OK 然后你的安全帽啦 你的相关设备 他可能会要求要有安检或者几年之内出厂 所以很多人必须在这个时候升级 或者是重新重新构置 降落赏型安全带这一类的 所以台积电比较严格 那自然而然他本来就应该有比较多的钱 那些人只是营造厂他靠北靠北 你知道因为中央的配合款 如果说你在直电的期限之内 他也没有办法发包 中央是会收回的 地方政府是会被究责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些新闻 然后想办法当作理由 所以就会做一些假新闻 我们已经讲到烂的 就是每一阵子有那种缺工新闻的时候 我在脸书上骂一骂 大家就会 你看我脸书就会很活跃 对嘛 对 那我们就不用讲 那我诚实的讲 为什么会出现这状况 因为很简单 第一种是本身这个出公有问题 我举例来说 他可能是躲栽 或者是他本身通气相关的 所以他会愿意接受比较烂的新智待遇 第二种状况是因为就是欺负弱势者 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很可能是人头公司 开一家倒一家 像他举台公 你们好像做过类似的报道 就是被检举被抓了之后 他就倒掉重新开 那牢基法基本上 诚实的说 所有的法律制度出台之后 什么时候会完全落实那一段时间 我不觉得他真的有很认真的 政府有很认真的想要去处理这一块 回到刚刚那个 一开始谈到监工角色 就是监工一部分是工地跟工人的管理者 但是有时候又像是保姆 保姆 监工保姆不是要去借 你要去照顾他们的日常的饮食 帮忙买一些东西 有时候还要再借钱 或是甚至要排解情绪 你是怎么做到 这不是一个很强的 跟社工一样的 一个很强的情绪劳动的情况吗 因为我们是那种比较基层的监工 就是你当然监工有高级的 就是我们会叫一些工地主任 公务所经理 这种东西那也叫监工 只要在工地现场管工人 我们都叫监工 只是我觉得叫监工比较好 大家好理解我的工作 不然我应该 最后一个工作的职员名称 叫搭地工程师 那我们一听就不知道在干嘛 说要搭地游戏 还是在设计搭地游戏 对 叫监工大家比较理解 就是要干管工人 那你一定会记得一些工人的状况 比如说他们真正有困境 真正有困难 真正需要跟你讨论 举例来说 我还会教工人 如何用booking来定房间 如果你在外地移动的话 你直接跑到旅馆 可能是一天三千二 注意网上 可是你用booking的话 可能只要一千一百块 对 你知道网路多好用 对吧 你们现在那个跑新闻 你们很有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教他们这些 你当然要教 因为你就必须要 让你的工程顺随 而且你觉得这个东西 帮助他们是好的 那确实是情绪劳动 可是我觉得我做的还OK 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觉得 能做这些对我来说还蛮开心的 然后第二点是 我们必须要 怎么做到 我觉得这样 我能够管得到他们 因为 当我20岁进工地的时候 我认识的全部都是60岁左右的工人 见个师傅 他们的人生阅历 专业能力 工具设备 对于环境的掌握都比我强 所以我反而是资讯交换 这样的状况 他会瞬间尊敬我 这包括了 我会告诉他说 哪边有修车厂 哪边有五金行 哪边有水电材料 哪边有拖车的 这个时候他们会尊敬我 所以这些资讯交换 对我也不只是情绪劳动 也是我能够成为优秀监工的一个条件 我是能够帮助你 并且我实际上证明 我资讯会共享给你 他们会信任你 他们会告诉你说有什么好事 或者是有什么状况 他会对你通报 而这对我们监工来说 取得功能的信任 并且准时回报 非常重要 你这个保姆其实还不只是 这种日常生活的琐碎 你甚至还要做某种的这种保护 例如说 刚刚我们在一开始提到 你还会去保护这些移工 不会受到被警察这个抓走 那也会保护这个所谓的拾荒舍 不会被老检员说 你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 你必须要出去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种身份上面的转换 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跟这些基层公共能员的这种情况 或者是你怎么去看 这些基层公共能员 说实在这个老检员也好 或者是这些警察 也是在尽忠他的职守不是吗 通常他们如果没有业基阿异都是好人 如果有业基阿异他们就会流氓 对 诚实在讲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就是像老检员 他有的 有些老检员会直接跑点工地说 我这个月就是要开25万 没有开到20万 我不要 所以你们工地就让我开单吧 你不开我就躲起来 以后找你有麻烦 那我们就等下开 环保局也一样 他会说 我们现在 你们这边工地我告诉你 鞋对面那接脚一堆垃圾 你帮我摘掉 不然我就开你拔 他们是流氓到这个程度 我诚实的讲就是因为 这些人其实他们有业绩 诚实的讲他们有业绩 他们也会在自己的局处里面受到比较禁足这一类的 像我们就会知道说每个月1号到7号 大概是警察抓外劳的高峰期 没错 那大概月底的差不多 我记得20号到27号左右 他们就警察就没有在鸟了 他们也知道很多外劳在那边 他们就比较不抓 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业绩制度 那这业绩制度会去他们成为恶魔 我诚实在讲就是 当他利益和我利益成功冲突的时候 你会滥权 你滥权的比例会增加 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他们只要没有 没有这个权利利益相关的时候 他们是正常的 像小板队员 像社工 我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靠北 因为他们对我们完全没有利益冲突 他们是正常的公务员 像教师我也说OK没问题啊 教师对我们没有关系啊 可是一旦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任何人都会滥用他手上的权利 任何人都有可能滥用他手上的权利 我们已经看太多了 他们对我们滥用权利是跑来抓外劳 拿电极棒打外劳 这些都看过了 对我们已经看习惯了 这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他们 有些我还对你说 你们工地这边有外劳 抓几个出来 有一些人会这样讲 流氓一样啊 这诚实的讲就是流氓啊 你不理他呢 他就跑过来 然后真的在那边抓 当然我们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就不要 他们就英勇抓外劳 我们就讲他二十几个 你只抓到三个 这样不行 对啊 对 感觉这个 你们世界叙述不一样 嗯 然后初次就是把小弟交出来就对了 反正我就是要交差 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们抓性工作 也差不多这样子 你去你们采访这记者就知道嘛 就是大家的叙事角度不一样啊 嗯嗯嗯 疫情我们知道在最近这这一几个月 或者这一年事实上 像是比较区患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你在在疫情期间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哦 在这万华地区去 呃谈说的去污名化的问题 那因为你本身跟那个地方也是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在疫情的状况底下 我们现在在劳工的处境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政府有很多的疏困政策 他们是真的有拿到钱吗 那呃除了这个劳工所面临到问题之外 可以谈一下在前一阵子 特别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 在万华开始传出了这种疫情 然后开始谈出阿公店如何如何 那这样的一种对于万华地区 或是某种的呃这一种工作者的一种污名化的情形 你的看法是什么 事实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中央疫情 疫情指挥中心他想要宽那个叫万华活动史 对万华活动史是一个呃他自己串例的一个奇怪的宽限内容 对你自动经过万华那边你就说哦你所以你懒意了 对那其实很不平准 当然那是因为他怀疑那边可能是性交易相关有的没在考量 所以搞了一个这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个权衡 但因为这个结果就是造成了那一个地区整群人 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状况 比如说因为你在万华所以你没有办法 你去公司你要做筛检你要去做快筛 然后你一定你不你不要来工作 你可能优先辞掉 那那边也造成严重经济影响 比如说公司呃店家就倒闭啦 关店啦大量的资险裁呃这种状况 对不起 但万华基本上是专北市里面七座桥的联空之处 他也是台北市最老的城区 所以会有大量的小型小间的呃出租单位 房客房套房那能住在那边 所以他本身就是弱势的劳动者可以去选择 尤其当生者可以去的地方 他们会最弱势 原因是可能也没有家庭支持 因为有有有有夫妻两个 有一个人有工作都还不会饿死 嗯 但如果一个人的时候 你失去零工机会你的状况就变得很糟 那苏困这次有没有 呃他们对他们的影响 第一个是工作大量减低 因为工作比如说他是继承劳动服务业 哦像餐饮他就GG了 他老师们不愿 餐饮业就不能内用嘛 不能内用有一些人外送 外送又外送人员大单或者是偏大 那你自己的员工自己送的状况之下 你又必须有媒体曝光相关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过得很惨 哦很惨 那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他没有遇过 那政府没有帮助到什么 事实上是因为他在纾困 其实最后就是发钱 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政府的资源 第一个投注在衣服 第二个在锦销 他连在设政上面点的资源都很弱了 更不用想说怎么样帮助真正弱势 那个群体很大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审核 那你要通过他的申请 基本上你要有那个门槛 你要能够懂得他在攻他小 你知道吗 政府的法规是一种另外的天书文字 就不是正常讲话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是一个文白夹杂的 奇怪的一些用语体系 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申请都能够用 那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劳健保 可能还可以得到一点保护 可是公司可能会让你对贪 有些公司有一些结构权利上 比如说一个人得四万嘛 可是公司说干你拿一万块出来 因为公司不是公司请的 就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悲哀 但已经来不及了 就已经过了就过了 你在媒体访问 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默示他们是一种可怕的启示 这个他们当然指的是工人啊 为什么你会在当时会这样子说呢 就是每一个人会有人会觉得说 每个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啊 我就跟你相互尊重 互不侵犯就好了 那为什么我连默示你 或是我不觉得你存在也不可以 还是一种歧视呢 因为单一群人 他其实是工作在被剥夺 被在伤害 被在排挤的状况之下 那就好像有人受到家暴 你大家说你默示他 其实你就是等于类似帮中的角度 事实上就如此 而且事实上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不会允许有人训练个三天五天 就来当医生 可是你会允许有些人训练六个小时 就来当公认 那他自然拉低整个价钱 对吗 那我们其实是存在启示 存在的不平等 存在的各种权力未接 或者是称议说就是阶级制度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默示 事实上是如此 所以我们把医生警察 甚至拿老师的社会福利 和他们的社会资源 跟劳动工作者比 你就会发现就是完全不对的 而且阶级很明显的 但是讲就是台湾事实上是有阶级的 只是这个阶级过去不被谈 而且大家不想谈 因为教育工作者 他也在这个位阶里面算是比较高的 军工教是一区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对吧 你要知道就台大的 台大的所有的学生里面 大概有一部分 要么就是家里很有钱 要么就是军工教 他就是一个特殊的权力结构阶级 所以我们整个媒体 这些内容里面是一个已经在歧视 也在压迫部分 尤其像移工 新住民这种更明显 那我们默示 然后不去理解 其实无知是有罪的 这委员无知是有罪的 事实上是如此 你如果说不先办的话 那只是在自己的小圈级里面 自哀自爽 对 我之前在做一篇研究 在研究精神障碍的时候 我说 我发现很有趣的 像就是媒体工作的 他事实上 我把它称之 是一种特定的文化阶级 这特定文化阶级 就是说他有他的学历 有他的出身 有他的家庭背景 他其实大部分都不会是 劳工或是基层劳工 或者他通常也不是外籍配偶 新台湾之子 那他通常也不会是 这个精神障碍者 所以他很容易从自己的阶级的角度 去看 这样的一般被他报导人 所以他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评价 这一些看起来跟他 或许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群人 那这也会反映出 在台湾的大众文本上面 对于工人 不管是新闻也好 或是戏剧也好 他通常都是一种 编锤 或者是一个被歧视性的 或是某种补充性的角色 可是相对的你的小说改成了 这样的一个戏剧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当然不会说 已经扭转了工人的形象 可是他对工人被看见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限 当时你的小说被改成戏剧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你对目前台湾的这种 随着大众文本 包括戏剧 电视剧 广告 电影当中的工人 有什么样的 这样工人的形象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台湾如果要讲 这段长时间不断的 以劳工为主题作 创作超过40年 就是保利达威斯比的广告 诚实在讲是这样 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根据代表性的 就是他们必须诚实在讲 你今天任何人在谈 台湾的劳工形象的时候 就是必须说 就是保利达威斯比 他们已经维持了40年 每年都推出 而且每年的赫税片 让我们看的觉得很嗨 总结的真好 然后会找到最新的 三位是会找出最新的 比如说明星来做代言 把当时最流行文化象征 抓出来 不管是韩国明星 台湾明星 或者是香港明星这一类的 那我们会说一件事 就是我当然期待 自己的作品可以看得更深 比如说 我们可能是第一个 这种功能安乐死的状态 在这之前功能GG的 可能只有 无念真的斗伞 斗伞的结局 是类似的情况 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有更多人在谈 会比较好 那这几年有比较好的是像YouTube出来 木印台北 他有一个叫百宫指魂 对吗 他就会把各式各样的职人弄出来 现在有一个劳工形象的改变状态是 他用职人的缝化作为包装 他会变成一个新的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各行各业 可是就会打开功能这个视角 就是你如果谈台湾林立仙的文字创作的话 就工地文学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职人书写 那职人书写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得很好 应该会有后进者做得比我好 这可能是未来台湾的大众文本 或者是从文学领域可以去巴掌的内容 就是特殊的职业书写 那我们再回过来说 就是记者和相关的新闻这一类的 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局限 像他们也是工时过长压力很大 然后时间被压迫很紧 虽然他们会常常有一些新闻是 你会发现他们做的最愤怒的新闻 都是一些虐头虐影 他会炒作酒驾这一类 他们其实这一类的所谓的文化媒体的知识传播经 尤其是电视新闻媒体者 他们会非常愤怒于你有权有势的人 所以我会说一件事 他们也塑造了台湾某些力量 比如说酒驾者 就是新闻电视媒体 将他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会有政有负 他就是酒驾就完全是新闻媒体 操作出来抗争 并且大量曝光之后的结果 你不能完全说他不好 他有确实不好 比如说但是有些自缺新闻或者是一些什么邓家华新闻 他也会让酒驾一提被看到 加霸新闻被看到 这是台湾的媒体 他会对于极其富有的人不做好事 台湾的新闻媒体 即通作者是非常愤怒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内容 好 那我们再来说就是做工人现在在拍电影 那电影导演现在被关起来在写 我不知道他能拍出什么东西 但就我的看法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现在已经台湾市场可以接受以功能为主的作为影视作品出来 而且不管悲剧喜剧都敢尝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必须要的改变 我记得我大概10年前在高中生入学口试的时候 我看到因为他们都口试都要把他们自己履历拿出来 但是我每次都觉得高中生入学口试都是一个军备竞赛啊 就是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去什么检订啊 或者是到国外干嘛 就拿一大堆我看那个东西 我自己我就觉得说又来军备竞赛 可是我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一个同学 我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他就说我爸爸是工人 我很少看到说我爸爸是工人这样的自我表述 可是我问他说那你会想问你爸爸做什么的节目吗 结果那个同学就回应说 我想要帮爸爸做台语节目 然后听歌节目 那这当然不是不行 而是说他好像对于所谓的工人的想象 或者是工人的那种 可以在媒体当中的那种呈现 不是只有说啊 我就听听台语歌或者怎么样 他应该有更广泛的这种想象跟可能 那不过我想最近这几年的这种转变 或许会有更多的这种 创作者或者传播科技的学生 会愿意更接近 这个相对下不同阶层的人 然后去创造出更真实 或是更贴近地气的这种仪式产品吧 我觉得会 因为慢慢的增加 而且像是 以工人职业为主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是像 网路KOL兴起 所以像一些传统的 我举例来说工具设备相关的厂商 会叫我们写一些业配文 我常常在推荐这些 有的时候是有钱可以拿的 这钱还蛮OK的 一篇一万块两万块这样再拿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变形的广告 而且他是直接找我们这些人来写会更完整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进步形态 这是未来我觉得可能有发展潜力的内容 你在接受媒体访问曾经说过一段话 就是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在情绪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写的 只要写完我就可以睡觉 写作就是一种祷告 我写交代神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才能睡着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你会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印象当中 我之前在这个既然长老教会发表 那个基督徒不服从的书的时候 听说你也有在现场 那时候 所以就看起来这个信仰跟你的写作 或者你跟着生活有一些些的关系 可以谈一下你的宗教信仰 或是宗教信仰跟你的影响跟你的关系吗 好诚实的讲就是 人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事你真的没办法解决 尤其在写作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比如说 弱势家庭 他房子很弱很惨很哀伤 其实我有能力解决 我是有办法找到刑上依工团 然后去帮人家盖房子的 我是有能力去帮 跟方理长要物资去帮助当亲弱势家庭 我知道社工在哪里 我知道弱势的在哪里 还没出书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会参加这一类组织 可是当有的时候有一些状况 是我没办法解决的 比如说 像走鼠游那一篇 我真的没办法解决 我听到的时候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我们并不知道写出来会有什么结果 我并不知道这该不该写 我只觉得这个愤怒 这个哀伤 这个情感是非常充沛的状况之下 我会把它写出来 但是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 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我的编辑 我身边能鼓励我写 你就觉得自己不写出来很烦很闷 你看到你不写很不爽很干很想要打出一些各种事情 可是我又我吃喝嫖赌我又不怎么喜欢你知道吗 就是没什么钱然后就不会想要吃喝嫖赌 而且我不觉得那样可以把它写 只是很多时候很空虚而已 所以我会把它写出来 写成一篇文章之后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存在 有的时候只是这样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 你看我疫情其实你大概会知道说 就是我的能动性很强 如果我可以解决我当下解决 解决不了的我真的有时候就写出来 那都不知道信仰为什么会影响 就是当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你有一些价值观会被很匡限在那里 他不会让你非常快速立刻做好事 可是他让你堕落或者是觉得某些事情不对劲的速度 或者是你的信念会比较坚持 你坚持力会比较久 我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有弱势家庭他需要盖房子 你知道他都是个男人可能家暴 可是小孩子老婆就在那边 你该不该帮他盖 你到底应不应该 这个时候祷告祷告就好吧还是盖吧 对嘛 我们至少让他们有个房子住会觉得好一点 你知道有一个男人 其实五六六十岁还在登智障的女生生孩子 而且已经生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除了祷告之外 你帮他盖房子送物资 你好像也没办法其他做事情 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善心会有什么结果 就像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到处募物资到处搬人 我相信我有一次跟方帝章讲我会不会有人浪费 他说应该会有 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被对待 有你的善心你的起心动力会不会被错误的对待 可能会 可是你还是应不应该做 这个时候只有信仰可以帮助你 那有的信仰你会坚定一点 就是你当一个基督徒嘛 就是你教的耶稣就好了 耶稣已经死了 这样讲是比较粗暴一点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安定的 你要知道就是他抱持了善心善业 他都会被当政者逼死了 对这也会让我在抵抗政府 或讲政府的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较有底气 耶稣是被肯定比较多钉死的嘛 对啊 连他都被执政者压杀死了 你妈妈讲很正常吧 所以在基督徒里面会有句话 就是凡是尽心尽力结果交给上帝 这大概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 但是尽心尽力是一个很基本可以做的事情 那这个尽心尽力回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是有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专业知识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工作 我们的知识 或是我们的领域 或是我们的专业怎么回馈到 这些所谓的劳动者的身上 就是我们不想冷漠是一回事 可是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一起做事 或者怎么回馈到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 或是跟我们在这个身份上面 或是职业上面 有这么大落差的人的身上呢 我以前我以为说就是我觉得知识可以跟社会大众号召 然后让大家把注意拉过来就好 后来我发现不对 就是我后来发现可能你期待其他人做不如自己干 我举例来说我那个时候 我当初书的时候有去台客大演讲 那个时候我就说头巾腰带 这些设备有的没的 应该要把这些你们这些科技什么用在劳工身上 所以我发现就是他们根本他们不见得不想 但他们真的不懂 他们就天马行空说什么我们来帮工人做胶囊宿舍好不好 就觉得这完全就是有什么内容 我后来发现就是让我自己来干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明年就很考虑要带街友去扫地 洗地 然后做高压清洗机 我下礼拜应该会带一个街友去洗西门红楼 在下下礼拜带他们洗冀州 如果古机都能洗得很好的话就是行销宣传 那以后面会活动 就可以叫他们来事后做清扫 这就可以变成SDGS啦 什么CSR这种无为无为东西 那做行销那或许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思考就是知识如何贴近现实 并且对社会有利 因为我事实上讲 你如果问我 有没有参与过什么工程是很有名的 我可以讲一大堆 比如说那个信义S3的苹果专卖店 大家知道吗 信义去那个圆东百货那一个 可是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 炫耀这没有价值啊 我现在会炫耀都是我帮偏向弱势小孩盖房子 我觉得比较有价值 嗯嗯 这个价值是你自己出自内心 所以我会觉得我干脆自己思考 我怎么样用我所有的知识去找企业找 商家找店家合作帮助弱势 因为发现我脸书常常有的时候卖一些有的没的 我会帮他说 如果你今天是工艺相关了 那业配也不用钱 我就帮你写一写 那没关系 能够曝光就好 我虽然我的触及率可能会降 可是没差 反正我脸书都不用钱 对啊 嗯 你在台客大那个演讲 我觉得还蛮精彩 因为你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头巾或是腰带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可以对工人的保护 或者是防止他日赛 这个东西其实在一般的工业设计 应该是可以想得到 但是台湾却没有做 我也没有去思考 那他反的是日本或其他国家做 你其实告诉我们在做工业设计 或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脑中里面有多一点点的这个 呃 职业的现场或是劳工的话 也许这个东西他就会跑出来 我看完你那段影片 就是老师们也许有机会可以去 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就让我想到我曾经看过一个在 在一个在在南部的一个学校 他也是做工业设计的 那他的阿嬷是贝娥啊 在冬死贝娥啊 拨那个磕啦 啊贝娥都其实要蹲在那边嘛 所以非常不方便 所以因为从小就是跟他阿嬷去贝娥啊 然后会了解那个工业的状况 所以他就帮他阿嬷设计了一台推车 而这推车是让阿嬷不需要去弯曲的身体 他就可以相对之下 坐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况底下 去做这个所谓的劳动的这个工作 其实你那个影片让我就想到 哎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带着同学去劳动的现场 或是实际的去做 那个姿势上面 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回馈啊 那最后的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就是你自己在工地 或者是你在这些工人的身上 学到了什么呢 我学到就劳动给你自由 因为劳动会给你一种 就是你自己成功之后 无可替代的成就哦 你必须成真 你参与过这个建安 你参与过这个建筑 你真心 一起把它做好 舞阳高你有参与 呃整个新不都不都新的重画去那边 远胸无为不为你盖 你帮忙盖过一大堆 你去过那边 那个成就感是很强烈的 而且是没有人可以替代 而且你会觉得那个是有价值的 只是我现在也同时在学 就是当我看到工人 他们觉得最有价值或最真正会行销 呃最最能够掌握在自己身上 并且发出光 可能是不见得是要盖什么伟大的建安 或了不起的公共工程 而是可能他免费的帮忙人家异竹盖房子 我最我学到了最大 可能那个时候是他们最亮光 最喜欢跟大家讲的 哦我会发现他们盖完之后就离开 因为你不应该再去看弱势家庭的状态 可是他们会一直讲 他曾经帮去花生平东帮人盖房子 这是我学到就是你应该亲身亲自的陪伴贡献 是永远没办法替代 那不是写作不是教学 不是讲话讲论可以替代 而是你亲身参与之后 你自己会内心产生一种感受 那是很强烈 而我一直受这个影响 总想我等一下去上个厕所 我突然想装个水上 你检查一下 你先上个厕所 我们来收集一下老师的问题好了 给我一分钟 两分钟 没问题 OK好 那谢谢立青 那就是他先去上厕所 然后老师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我们右边的 在我们这个通话的讯息栏当中来 有问题 或是待会等他回来的时候 也可以实际的去做提问 那有一位刘老师 有把刚刚我提到的 这个社会设计的 刚刚贝尔阿的那个椅子 那个其实 有贴在这个旁边的连结 这是香港你一座的报导 那YouTube上面也有 就是也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找找看 好那在旁边也会有这个 我们上一次的这个 就是我们在社工的 那个部分的一些影片 或者是我们的讨论的podcast 也欢迎老师来贴上 那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那个相关的讯息再贴一次 包括这个我们的订阅的podcast的方式 或者是上次我们做的文字的整理 其实还蛮多蛮长的 这个那一次的报道 如果错过了老师 可以再到公民心动影运记录资料库 上面去看这个回顾的影片 或者是这个podcast 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补上来 好那利清上完厕所回来了 对那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可以举手发问 或者是在我们的旁边 就可以来提出你的问题 有吗 欢迎老师们来踊跃的发言 那老师好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旁边的那个讯息栏 就在上面7点45分的时候 有李建宏老师有问了三个问题 然后简爱明老师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往上拉7点45分 看到了 建宏老师问说 怎么看待证照主义 三年期间拿了50案证照 对于某子工作有何注意 还是可谓灌老板的社畜 现实来说有些证照有用 有些证照没有用 我举例来说 大概你拿到丙级以及证照的时候 大概等于我们在职场里面 就是所谓的半季工 就是半顿塞 你会做你知道怎么做到好 但是你有两个缺陷 没有办法完成 第一个叫你怎么跟供应材料 设备商相处 他是你的提供者 他要提供你材料设备 那你可以完整的工作 第二他没有教你怎么应对你的客户 这是学校教育一直以来 技职教育都没有在做的事情 所有的大学或是相关的高中职 他没有那个条件去做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 朝着独单一面之下 你这些证照 其实真的就是成为灌老板 设处拿来租用 他会让你在求职第一份工作 很容易 以后要求职的时候 如果要改行很困难 那证照也有证照的问题 他有他的优势 因为过去真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 所以证照算是一个 确定你会做某些东西 但你不见得可以应对 找到谁需要 也不见得可以让你知道说 到底你要找谁 可以提供你工具设备材料 所以我认为 如果要补足证照制度 第一件事情要教学生 你怎么去曝光你会做这件事情 用网络各种方式 或者是口耳相传都可以 那你可以找到暗源 第二个是如何 让他可以找到材料供应设备商 而且是稳定的 这可能是需要 比如说未来像网络 或者是公开平台 会有人带之下 他可以达到 那最传统的方式 就是跟这个老板做 他会教你 所以这是证照之下的问题 好 那如果你说的其他 另外几十很多种证照 他有一个麻烦点 在于很多证照是没有价值的 就是他可能是电脑丙级 他考的是windows98之类的 因为证照很多是终身使用 所以他没有跟上时代 那我会鼓励你 同时要取得两种证照 一个叫做教育部的证照 考了都终身用 第二个叫劳动部的证照 通常是要回训的 两个一起用的话 状况很好 那真正台湾最有价值的证照 有两种 第一种叫文化部的证照 文化部通常是所谓的 传统公益技术保持人 公益奖的相关内容 那是会让你真正加持 而且诚实地讲 有那一张证照 你可能也不用证照了 你那个资格自动申请制度 第二种是国际证照 那这才是真正有办法的内容 所以我会觉得证照主义 他就知道他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 如何看待公安自我要求 因为县城劳工 他的自来水管维修工程 被负压吸进水管 我会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他 我认为比较大事管理阶级 那一次的事件应该是 他的水 他后面还有人在抽水 加码的在抽水 所以他的大管 他处于接近真空状态 你还有人在抽水状态 他接近真空状态 他的物压很大会吸进去 所以正确的做法 应该要开一个洞 让他的压力泄出来 那他没有做这一件事情 直接切割一个沟槽 就用敲的 那危险性非常大 我认为是管理单位的严重疏失 不是功能的问题 所以那个究责应该会很严重 第二是这需要科学 任何的专业劳动者 他有三件事情要补助 第一种叫科学 你一定要知道科学的东西 如何解释哪里有安全性 并且可以分析出来 这叫科学 你一定要提升 所以我其实是不那么鼓励 大家都觉得过速的提倡技职教育 技职教育的第一份工作很好找 跟你可能不会变成 你可能就不会认真的去 学习其他技能 开出你视野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个技能 除了科学 第二叫公益 就是你的手艺 如何让你的技术相关的东西 提升到好 第三个是服务 任何的专业一定是这三个 就是科学 公益 服务 三个结合 那才叫真正劳动专业 那我会鼓励老师们 看一本说专家之路 这本书可能是我近年来看过 最好的一本 就是教育工作者 他是老师 鞋给所有一技之长谋生的人 看得出 那这本说专家之路 都打赔大家 好了 那再来还有一个是 不屑穿着安全专备劳工 要如何要求明确改善 第一种是不让他进场 第二种是找到适合他 并且他可以穿得起来的 举例来说 以前不屑穿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个是很难穿 第一个真的很难穿 烂到靠北 你知道台电的那安全鞋 一双500块难穿到爆 真的是那脚 真的就是一个底板烂到爆 那你如果穿到一双4000块 5000块的鞋 哦真的很好穿 那球鞋也好穿 哦诚实在讲 那以前就是没有引进这种好东西 对于监工来说 我会认为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要求厂商真正提出 好的安全设备厂商 好的安全设备 像你会觉得台湾反制品很强 或者说背道吊渣 国外的工程服有孕妇装 大家知道吗 那真的是一个肚子的地方做支撑保护 要保护女生国外的防火衣有内衣 女生专用的内衣防火衣 因为他怕火灾的时候 可能会伤到乳房 或者是腋下之类的 所以女生有内衣 我们完全没有你知道吗 我们的安全设备 第一件事情是 台湾到底有没有政府相关的单位 会引进真正好的 优质的安全设备 这个已经吵了很多年都没有 但政府要带头做这个也不做 我们也不管它 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要把不愿意 自我投资的功能慢慢往外排除 会比较好一点 有些人可能未来是朝着国外 是他可能需要社会救济 而不是给他一个勉强 看起来像工作 其实根本没有 根本不是工作的内容 对 好了 这个我算回答完了 还有 还有一个 简爱静老师 对 他说 下面一个问题 7点48分 就是气质的养成不容易 为何台湾无法给工人 合理的报酬 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 万般接下评 我有读书高吗 我们一直都倾建劳动者 倾建一些技职 或者是技术相关提供者的收入 待遇一直以来都是贬低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过去 就是看不起功能 程式在讲是这样 第二 那如果 如果要改善 为什么可以 因为他们会垄断 从以前之所以 这些国家可以有职员 职场教育训练 相关的 他们就是会垄断 他们里面那些人 你要知道就是 你要得到那些证照 很可能是你要在社区里面有服务 你可能是在学校里面有任教 也就是你们公益老师 其实就建政上的 或者是你们这个城市 这个乡镇里面 最好的工匠 他要有承包资格 他要收学徒之后 学徒要能够出师 如果没有出师 他要跟韩会报告 他垄断程度要到这个程度 他才可以称之为好的功能 那我们是完全没有管理 有一些国家是 直接考试资格过 有一些国家是申请过 有一些是韩会内部认证过 我们是完全没有在管理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起来很难 我们的高等教育 说真的就是短时间膨胀 所以只是考试考出来的 我们没有学到人家 如何建立职业形象 职业价值 职业内部的 比如说内部的伦理规范 我们都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这个状况 就是功能的合理报酬 根本就没有搞定 而且政府也带头压榨 我们都希望说 公共工程要便宜 要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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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价标就不会有贪污 对 那就是压大自己的原因 自己国家劳动者 事实上是如此 就想一下你们的 真正如果要讲的话 老师的终点费也是极度的低 陈瑟讲就是如此 对 所以老师们就只能 拿一些教材来 大家互相使用而已 你如果真正给老师 要好好备课的终点费 不应该是那个价钱 大概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这种状况 那功能是比老师 是被贬低的更低的 嗯 好有一位徐老师 看起来题目没有写完 哦 在补杀 就是说 在出书 或者是工人为作品 是产品产生之后 对工部门会有什么样影响 有没有开始比较重视 这个劳动者的某些的权利 这其实是蛮多人会对合的 大众影制产品的一些期待 例如说 最大的典型是韩国的熔炉 熔炉这个 这个片子拍完上映之后 事实上也让韩国 他们在有关于性教育啊 或者是有关于这种所谓 特殊学校的一些所谓的教育 跟这种所谓的管理上面 有做了一些改变吗 那我不晓得你写完这些书 派生影制产品 我们政府有什么样的回应 或改变吗 还是有多请你到政府机关去演讲之类的 其实他们演讲也没什么价值啊 但徐老师演讲 我觉得还比较有价值一点 就是你们至少是很认真在听的 那还会问问题 那政府机关像那些法官 那么一个问题也没有 我就会觉得讲的很干 对啊 他们给的钱是比较多啦 但是那个多也没有多到 我真的很想要跟他们讲 我去洗地板可能还比较开心一点 对好了 我们来讲 认真的讲就是呃 我不觉得一个文字作品可以影响 那不是一个隐私庙可以 那当然要社会事件 然后死很多人才会影响 真的要快速影响社会 就是活人献祭 就是一次要死 大概可能假设林立先让那个 劳动部长从银架上面掉下来 可能银架的法规就会提升 通常是要献祭 就是甚至死一堆人 那如果今天死的是功能还没有价值 通常要死功能以外的人 像泰鲁格普悠嘛 终于说要改革 但是没有改革 他改革的方向也不会是劳动者 因为大家根本就没有重视劳动者 就是因为是乘客出事 所以会想办法保护乘客 这是事实 功能遗嘱的影视作品 它要产生影响 大概还要是30年左右时间 二三十年左右 你把它想成就是 白信用老师写 镊子是19几年年代 镊子是哪一年出来的 1980年代的事 前两年才通过同志结婚 所以影视作品要改变社会 它通常是走在前面很早很早 白信用老师写了镊子到影视化 他真正同志可以结婚 大概有一段时间 而且你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白信用老师想要的 他可能只是参议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功能议题 被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效果 你要想要顾玉琳老师写 那个叫做我们 写移工文学的开中 台湾移工文学的开中立派公司 顾玉琳老师写了 到现在还是一样啊 对啊 所以我不觉得马上会有影响 他的影响可能是要带 上一代人死光之后才会有影响 对你要改变上一代很难 就是我现在把希望 之所以接受这种影响 就是希望就影响老师比较有价值 影响老师下一代比较价值 他们比较值得我们花时间投资了 对啊 嗯嗯我真的觉得影响老师或是老师可以一起来做这些事情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啊 那那个简老师有一个问题 他说立心老师想要我们带哪些观念给孩子们呢 好你们好像可以做的是第一件事情叫学生以后多拍照 对因为你现在叫他写3000字的文章是很辛苦的事 当然叫他拍照 他们每个人都做得到然后录影 记得一件事情是所有时候尽可能的拍照和录影 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学到的一记资产和学到什么东西都拍下来 因为未来的时代不管你是做哪一个行业 你做裁缝美法理法或者是你做餐饮 人家要看你的作品 这个时代因为证照还没有价值 我们真正在业界人士是看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让让我一看就懂 before after你施工前施工后的东西 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我会鼓励大家做两件事 第一个关键是开始拍照 看自己会做什么 第二件事情是尽可能加上一些文字 就像他们玩IG 写个五十字六十字 其实是说我贴磁状可以贴这么好 我今天做弥法 你看蓝法的技术 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开始重视自己 然后如果可以再大一点 就是叫他们拍自己家人 自己身边的男女朋友什么的家人哥哥姐姐 他们工作时表现的照片 因为事实上台湾人都低估劳动者他们的专业 你开始拍照开始说明就是开始看见 而且这是训练他们最好的方法 不要叫他们写五千字什么 我的哥哥这种东西不要了 我们叫他们拍照说你哥在做什么拍照 说明你哥在做什么 他的工具是什么 有具体 有明显 有真实的内容才有办法改变社会 蛮有趣的 最近这个YouTube上面有一个水电工 水电爸爸 水电工的父子 然后他们其实还是在做 在他们这个影片当中去讲解 怎么去装冷气啊 修冷气啊 或做这些专修的过程 就是好像后来也都慢慢要开 然后大家就哇 原来这个水电工有这么多的专业 然后他们过程是这么多辛苦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从 如果单纯从一个生产者跟消费者 服务者跟消费者的关系来看 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 我们就是嫌你说你做的好不好啊 做的干不干净 利不利落 可是如果你把那个劳动过程给大家看到 大家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是啊 因为你其实做工程是一个专业啊 就是你你你你你如果厉害你来做嘛 对不对 一生拔牙很快 但是你你不会拔你就是没办法弄 那我诚实在讲像水电爸爸 他是YT里面的领头羊之一 如果我们要推荐一些好的YT 像水电爸爸 超认真少年太阳下的男人 他们就是模板嘛 水电嘛 那金属雕塑啦 或者是曾文昌这些 我觉得这些越来越多的媒体 越来越扁平 哇塞 他们曝光的机率会越来越大 那我还会鼓励就是老师们 也可以让他们谈谈说 像他们这些YT 因为他们曝光量很大 让他们谈谈说 他们的工具设备 如果你要做好要多少钱 真正的职业教育 绝对不能不谈钱 一定要谈钱 他是要含头多少钱 他买这些东西多少钱 他推荐东西多少钱 然后把这些列出来 让他们看看真正要成为一个 靠此为生的人 他要做到投资 OK好 老师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要来提问跟讨论的吗 就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举手的方式 或者是在旁边来留言 来提出一些询问 好 那我再请教历清好了 就是说 你自己的书出版之后 我相信应该你也会希望 不是给一般普罗大众看 就是应该也会有一些工人 或是一些 你受到你这个采访的 或者是被你描述的这些人 也都看了你的文章 或者看到你的书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不写我 每个都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写我的故事 你不写我钓虾小丸子的故事 钓虾的厉害 我到他去那边钓了一个小时 钓不到虾 然后就会绕一圈回来 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会有虾了 也会有这种故事 因为很少被看到的人 其实他们会希望 自己可以被曝光比较多 其实他们会希望 你可以更亲近 而且被关注 就是一个求关注 像现在的话 他们的整个状况 我觉得慢慢在提升 第一个是真正找不到工了 所以还在做的人 待遇就提升了 第二个是台湾开始真心 有人觉得应该要付出足够多的待遇收入 好像现在我举例来说水电工 如果现在我们诚实的讲 就是做那种大型公共工程的水电根本是白痴 我放件才会去做公共工程 傻逼 我在做居家改修的 我都赚得比他要多 而且还自由一点 人家还尊敬我一点 我还可以去你家帮你修 像水电爸爸 他就不是做公共工程的 他就会做居家改修 人家叫我去 我就去帮你修 主家要做生 我就做生 他可以等你直接议价 不用过政府的手 这样待遇就会变高 事实上是如此 我的师傅也是 他们就会希望说 自己可以看到 我的工作表现是什么 我能不能在跟你讨论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 我有什么未来可以改变的方向 或者内容性 我就觉得好 那我们就来推嘛 像我就很期待 就是说 台湾的劳工 他们可以 被看到的更多角度 因为李立新一个人写 绝对写不完啦 对啊 而且我又没有很勤劳 每天写 我觉得写不好累哦 嗯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就是我的黑手父亲 那是一个清大社会 所毕业的学生 他写他爸爸 他爸爸是一个拖车的工人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蛮有趣 他爸爸 你刚刚讲说为什么不拍我 就是他爸爸对他自己的专业上面 事实上是非常自豪的 然后常常会在很多地方说 啊什么人比较厉害 我会这样做 我会什么人比较好 所以他其实对他自己的专业是非常自豪 而且他觉得是很看重的 可是他回到家里面就跟他说 你不要做工 就是然后你 要去讨论 讨论不要讨论 不然你不讨论 讨论 论不讨论 你不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事实上他其实呃 某种无奈 也许是某种无奈去做的这件事 可是他他在工作上是觉得很棒 很自豪 甚至他会引以为傲 但是他回到家里面 他却是另外一种对待他工作的态度 你接触到的工人 会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呢 呃 他们一般来说 他们觉得讲这个时候 呃 任何人都一样 你就会觉得别人钱比较好赚 尤其工人 他要解释他的工作 要在他的情境 他的环境 他的内容 那要解释成本非常高 而且他不见得有正确的语言 我举例来说 呃 你妈叫你煮饭的时候 常常会有那种一词一点加一点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那一点是多少 功能也一样 他表达内容你不见得听得懂 所以他们会期待有人帮他们讲 就是你来说我的心声 那如果有人可以说出来 他们就觉得很棒 那事实上是如此 就台湾的很多人是这样 就是你会看到说 为什么像呃 馆长刚刚教大家那么喜欢看 因为他说出某些人的心声 这些人是想要被 他的心里的感觉是想要被看到的 那我们知道说 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新闻报道 或者最好的文学作品 不是说你告诉他什么薪资 而是你把他有 但说不清楚的感觉 输得既清二楚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打动他的心 那这种状况 你一定可以卖得了东西 可以做出业配 相关内容 我会说这是一个台湾 很多不擅长用语言文字 甚至影像表达者 他们想要自己被看到一个方法 对 嗯 不过我刚刚意思是说 很多人他对他的工作是觉得自豪 然后讲讲其他工作 会病病给他回到家里面 就是说你以后不要去当工人 因为这个误差还蛮有趣的 因为自己知道那个过程太辛苦了 嗯 他是熬过很多内容 那每一个内容多少要靠一点幸运 诚实来讲就是我之前的同事 有一些被抓去关 我是运气好没有被抓去关 因为那个时候都跟人混在一起 我没有跟公务员去喝花酒 我如果跟公务员去玩旅人 我现在也抓去关 然后出来 就大概也没办法 像现在这么开心好过 诚实在讲有幸运成分在里面 所以他有一季之产之后 他不见得会希望自己的孩子 有这种四天五危险性 一定要排除危险 可是自己可能是偏差值 就是你是运气好过的 所以会希望你不要来 嗯 OK 你自己接触到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劳工 应该是营造业比较多吧 其实小吃也有我家市场谈犯出身 而且我每天都跟公务呃 这些市井小民混在一起 卖吃的什么 很快就拉成好朋友 嗯 那他们工作风险有什么不同吗 各自的差别 呃 营造业的工作风险和各自工作 其实都都比较高的 都都很高了 毕竟你要动刀啦 动工具设备 危险性都很高 那我们也知道 那有两件事情是保护自己的啦 就是风险 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老师们能够怎么样 跟孩子讲风险要怎么控管 能在任何危险产域能够保护你 就是两种东西 第一个叫知识 第二个叫装备 就是这两个 你要有知识有装备 你才能累积经验 或者是你的年资 那也会让你对东西明确增加 知识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危险 科学性 你要分析哪些东西危险 你要如何避免 你要开始进修 取得新的管道 第二个叫工具设备 就是你的安全设备 比如说安全鞋 像你例行脚像那一刷要6000块 那就真的很安全 我都乱踢东西都不会有事 那一定要提供投资这两个东西 我们这些人是把设备工具 看得比证照重要很多的 真正在职场上 我们把这些看得重要的很多 就货车比证照有价值 对 OK好 老师们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要来讨论的吗 要吗 要赶快要不然大家就说 跟风务员都没有什么反应 右边这边还算有反应还不错 OK好 好 老师们有什么一些想要提问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不是在当监工的 对不对 你是单纯的作家 单纯作家 台湾饿死 台湾单作家 除非你每天都有演讲案 都会觉得讲到最后 喉咙会烧香 我们现在都叫邪干 一个工作养活不了自己 你就很多的工作 我们也接演讲也接业配也接 比如说 也做一些像是一些小工程 或者是去帮人家洗洗地 做一些有得没的活动参与 各式各样东西混杂起来 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比较像KOL 只是我同时拥有工地 写作技能 我们诚实地说 就是新的时代会有新的形式 就像以前的有一段时间的作家们 投文学家 有一段时间作家们会当编剧 有一段时间作家会写武侠小说 对啊 现在的话 有很多的作家就会当记者 你懂吗 就是记者作家 现在的话很可能像我是KOL的作家 我也卖东西 我也排团购 我也做业配 我也告诉你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那我会从里面拿到钱 这也没什么丢脸 那我也会写书 书你会丢我钱 然后我也会去做一点工程 有的时候做一点工艺性质 有的时候做一点赚钱性质 这我们全部都找在一起 我已经没有办法 你说我现在还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有点困难回答 但大概就是你做什么都还可以活得下来 梦想的职业我没有梦想的职业 我就想要现在这工作做好就好了 我觉得想梦想没有用 像你说像我觉得我 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会尊崇的 像帆和森 对啊 他的职业是理事长 张献忠是旅行团团长 对张献忠旅行团团长 对他传奇社工 两个都是设政领域超级强大的人物 可是帆和森 你要不要变帆和森 我不要啊 他把主错都卖掉做社会公益 对啊 那张献忠你知道张献忠这个传奇 丹帮帮主他人生户同没有超过20万过 对 嗯 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有一些人值得遵从 是因为他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支出 我觉得我还是过一下废人生活 然后进阶工程 像我下礼拜要再借我去洗地 你知道吗 嗯 你可以再谈一下你最近的 刚刚谈到一直在讲到墓资 是墓什么资 然后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也许有些老师还不是很清楚 嗯 简单来说你关心 呃 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工作人物都不想关心社会公益 所以你關心社會公益之後 所有的社會公益團員都會拜託你來幫忙 所以你就會要A朋友說你可不可以幫助受暴婦女 你能不能幫助青少女沒有衛生棉 然後C就會等你說酒店小姐很辛苦 疫情期間斷絕收入 D就會說新住民很可憐 E就會等你說移工也很可憐 你就會關事這些你就會累死了 對那我們就會 可是我就會覺得好像 頭洗一半 好像每天都在幫他們到處找錢 到處找錢 所以每天都在搞這些 我就覺得我現在心思有太大的內容在上面了 你說募資就是 你看著流浪狗也需要幫忙 你看著弱勢孩子也需要幫忙 像剛剛我才發了一篇同言有機幫助孩子的書 因為限量款的護唇膏 他一直要捐孩子的書168塊 實質上扣一扣好像也蠻厲害的 有人居然可以護唇膏賣到五六百塊 然後捐168塊的孩子的書 可是這種公益裡面就很難推 對啊你就要花一堆心思去push一下 你在意的東西 你還是有一些在意的東西 那你就必須去提供一些時間 金錢或者是體力 像我大概賺來送演講費 有一堆都砸在街友 或者是無家者一體上 還有我媽我妹都沒有在靠腰 對吧 你都把賺人的錢拿去搞一些無的無的打水漂 有老師提問說出書之前或者學生實習就喜歡文字創作嗎 怎麼發現自己有這樣的一個長才 沒有並不喜歡 覺得我只有在寫作文的時候會靠賣作文給同學賺錢 那我不覺得我有文字創作能力 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校刊社 我們那個時候只會畫漫畫 總是加加動漫社之類的 每天看漫畫看很開心 那怎麼發現我這長才是因為寶貧文化的總編 覺得我可以出書 他說你就把稿子給我 反正你不會賠錢 書都我來處理 你只要說版增就好 我覺得這個提議對我蠻優惠的 我就答應了 我覺得我的長才是被仕途撈馬或者是伯樂挖掘出 我完全就真的 他們一直都鼓勵我說 我們功能吸毒可以寫嗎 寫我們就是要看功能吸毒 功能瓢劑可以寫嗎 寫我們就是要看功能瓢劑 然後我的編輯全部都是女生 那時候有一種震撼感 原來這是可以寫的 我問他說功能打架可以寫嗎 寫寫寫 那酒店小姐可以寫謝謝寫 他們什麼都叫你寫 反正結果好萬事好 有的時候你們要相信專業 我們要相信專業 好了 技職體系的學校教育落後現況這麼多 經費課程規劃 為什麼避免學校技職教育作為職場先修班 因為技職教育當初就是 台灣的技職教育和國外不一樣 國外的技職教育很可能是公司行會裡面 他本身一群人組織起來之後 慢慢再把重要的東西篩選出來 我們是超國外 然後覺得說我們國家要發展 然後需要犧牲農業 推行工業的時候就叫大家都去這工廠工作 那你就會訓練出一堆工人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那就需要氣修就開氣修 需要什麼就開什麼 那他第一個是沒有社會評估和保證名額 就醫生他 醫學院的名額是控制住的 因為醫生他們的權力比較大 所以我們我們誠實的講 今天技職教育缺什麼 你去看醫學院有什麼 你就知道技職教育缺什麼了 你先你就把醫師的醫學系 醫科生的待遇栽培他們的金錢 數量拿來各種各式各樣的 比如說怪手修車產業 你就會知道我們到底落後多少 就應該照理來說是 我們應該要享受到 醫科生他們的比如說設備 他們應該在學校裡面就可以用 最高級的一台一億的設備 而不是很多的職業學校 跟那個企業要那種設備 你們二手淘汰下來讓我們練習 對 那我們也不應該是學生 就是你不好好讀書高中學生才去當高子生 應該是你一進高子就真正可以摸到設備做出成品 而且真正的技職應該是職業 應該要成品導向 不見得是不見得是就業或者是學歷導向 你應該是作品導向 你應該是在真正能夠做出一個可以養活自己的技能 要有以外 你要作品是很優秀的 但我們沒有 對啊 那我覺得經費課程規劃 是因為我們都是用操的 我們的我們的教育體系基本上 因為短時間真的要膨脹成高教 就是短時間膨脹結果就是操來操去 那水土不普 不是我們現場需要的 也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 老師們也教的很可憐 對嘛 高中公民 以前要教什麼國父思想三民主義 那根本不知道在攻他小 對啊 那你們現在這些算是高級公民老師 算是有偉大改革突破了 對啊 你看國文以前大概40年之後 在講展中正講什麼東西 現在算是有偉大進步了 對啊 好 那安工人現行環境下可以做到幾歲 65歲左右 對 通常是50歲左右的時候還OK 我們的人體力大概在30幾歲開始會慢慢玩下 不保養的話 那可是因為你30幾歲的時候 專業知識 你的人脈 你的工具設備相關 會讓你覺得你還 正在強壯或變得更有力 那你可是大概60歲左右你會下滑的很快 那我們勞動部其實65歲以上的時候 提醒要加倍 而且要集合 所以會在工地現場排擠65歲以上的功能 就是政府的勞動部法規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搞這種東西 就是他就會排擠掉就是65歲以上 你可能就會被我們趕出去工地之類的 因為老減來的時候 他要特別的整個證明 請老的功能很麻煩 所以就滾出去吧 所以大概是這樣 嗯 OK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非常謝謝利欽來接受我們的這一場的座談 然後也很多老師也提出了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的訪談的內容 我們會做成這個節目 也會做成Podcast 在這個禮拜天晚上 我們就會播出 那之前包括這個訪問 廖服員 或是之後 我們在跟蘇柏豪座談 他外送員的時候呢 也會一樣會除了錄影之外 我們還會再做成節目播出 那今天非常謝謝利欽來接受我們的這個訪談 謝謝 下次希望有機會 能夠再跟你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非常感謝 我們收到很多 謝謝 好 拜拜 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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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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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